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变成礼拜一了 因为以色列人 差不多是有晚上有白天是一天 先从晚上开始算的 所以我们中文堂 在母堂里面是第一堂的聚会 今天在这边是第二堂的聚会 昨天我们有分享智慧和启示的灵 怎么样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要被照亮 以及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且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今天早上我们分享的是讲到 耶稣在世上唯一提到的两次教会 第一次提到是最重要的 从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看见教会是 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教会是耶稣的教会 教会的仿角石大磐石是基督耶稣 那一份宣告 你是基督是永生者的儿子 是教会的根基 特别是仿角石的根基 是大磐石 那是小磐石里面呢 就是说奇异的根基 你知道以前他们的根基是一个大石头在前面 其他对准这块石头 就像我们这个土地来讲 如果这个大磐石在那边 那个是仿角石 就是所谓对准石 所有这房屋分成两边 这边要对准它 这边要对准它 整个房屋好像龙骨 你们看到那个船 古代的那个小船 它中间有一条 有一个骨 我们称为龙骨 龙骨里面再用两边出来 塔在那边 对吗 龙骨一段 整个都没有了 龙骨是主要的 这龙骨 所谓龙骨就是那个脊椎 那个船的中间 就是仿角石 耶稣基督 他有两边要起来 对不对 这一边是使徒 这一边是仙子 盖房子也是一样 一个主梁 然后加它搭上去 地上也是一样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 这个主梁 主要的龙骨 或者主要的房角石 的确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是两边 一边是使徒 一边是仙子 而这个代表人物 就是彼得 称呼他为西门巴耶娜 一个可以听见天父声音的孩子 而且他是所有门徒的代表 他是使徒代表 我们看到这里一边 基督的教会就被建造 当基督的教会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并且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教会 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他 因这些权柄不能胜过这个教会 并且 并且我们看到 很重要的就是 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要捆绑 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要释放 那我们这个是早上跟昨天 我们稍微简单的复习 吃饭的时候牧师说 耶稣讲两次教会 你今天早上讲了一次 你想要补充下一个 把教会再讲清楚一点 很好 一个人入门 还有你说那个你 把天国要交给你 还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这个你从各位数 单数变成你们 因为我们早上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继续看下集 下集 那是我希望 我能够简单的重点抓到 十八章 十八章 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 也许早上很多人没有来 先看十六章好了 我是讲到那个重复的那一部分 讲错了 马太福音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好 第十六章里面有一句话 重复在 出现在 马太福音十八章 但是有点 微微的差异 我们看十九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我要把天国的药石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请问这里面说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 这个你 是单数还是负数 单数 那我们同样这些经文 我们看十八章 十八章 十八章的 马太福音 第十八章 也有提到教会 这个教会的地方 的角度有点不一样 是应用性的角度 那我们看看 第十八章 好 第十八节 我们先读这一节 相对的这一节 马太福音 第十八章的十八节 一起来读 请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边同样讲到地上捆绑 天上捆绑 地上释放 天上释放 但是他的用词 有一个改变 从你进入到你们 你们是负数还是单数 负数 许多人喜欢强调单数 整个天主教强调的 教皇是单数 但是我觉得神的心意 虽然一开始 是从一个人开始 如同亚伯拉罕 他是从一个人开始 但是他不是一个结束 他是一个开始 但是最重要成为 万国万民万主的祝福 这是神的心意 同样今天神虽然启示 全能从彼得先切入 但是他不是只停在 彼得这个人身上 他乃是要让这样的祝福 让这样的权柄 让这样的能力 从你变成什么 你们 从一个人变成所有的人 因为神的灵要浇灌 凡有血气的人 救恩也是要拯救 所有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 应该这样讲 救恩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 但是愿意相信 愿意全来的就得着 但是预备是为所有人预备的 所以要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 你有什么启示吗 你有什么祝福吗 不要留在你身上 留在你身上 他就会死在那边 他就会发烂在那边 你要把你所领受的祝福 怎么样 分享出去 手不要抓住 不管抓的是钱 时间 财干 恩赐 救恩 不要抓在手上 抓在手上 一千两永远一千两 一钉银子永远是一钉 你要让他成为五钉十钉 你要让他成为 两千赚两千 五千赚两千 这样他祝福就要临到你 一千两 两千赚两千 五千赚五千的 他们的赏识是什么 大声讲 嘴巴动我都没听到声音 来 多了一倍 但是主人有称他为右 等下多一个麦克风 等下有人帮忙拿过来 主人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 你可以享受一种祝福 是什么祝福 十倍二十倍 百倍 串得蛮好的 表示我们弟兄看圣经事 很广泛在看的 还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圣经蛮大本的 笔记也很好 大本是好 这个要更大本了 有没有印象 祝福是什么祝福 你可以到主人这里快乐 那是一个喜乐 充满了喜乐 大大的祝福 那个祝福是喜乐 享受神家 神里面的喜乐 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们翻圣经 那第二个一定银子的 不是赚一定 一定只要赚五定跟十定 他也是被称为忠心又良善 他的想想是什么 这个标好我回答 他的奖赏是什么 做第一牌不能随便做 你还在办 我来不及了 一定是赚五定的 他的赏识是什么 什么 他一定赚五定的是什么赏识 他的赏识 一定的跟 赚的五定 赚的五定 也是能够跟主一起讲的 讲的是两千赚两千的 五千赚五千的 不过你回答了 至少你也抓到一个重点了 他是你想说 你要管五座城 十定的要管十座城 城在第一次 讲到王的时候 所多玛王 下手王 都是以城市为中心 就是你有管一座城 你就是一个王 最小的王一座城 大王 中王可能是十座一百座 大王可能像那个 一千座 两千座 一万座 王最小的单位 一座城 所以你要与主同坐王吗 你的一定银子要赚五 要赚出来 你就能够坐王 因为你管城 城堡 城市 神在计算 他的国度 是以城市为单位 今天我不晓得 能不能跟你们讲太多 我不晓得能不能怎么再讲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讲到教会只有两种定义 教会是在新约里面提到的 教会的定义里面只有两个 两个 两个应用 应用上的定义只有两种 我当然你可以讲很多 宇宙教会 但是我以圣经提到教会的 只有两个 一个是城市的教会 一个是家庭的教会 这个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的 因为当第一间教会设立的时候 他们是天天同心合一 并且怎么样 恒切的在哪里 你有开口 声音再大声一点 电种祷告 在哪里 那个地方 坐出来就对了 在家里祷告 在家里祷告 同心合一 恒切是在殿里 圣殿的殿 且在哪里 家中 怎么样 拨饼 杯饼 拨饼 你们圣餐拨饼是在家里 还是在教会 教堂 教堂 那你家里有没有拨饼 那你拨什么 好了 要紧了 我们教会 在堂会里面播 我绝对赞成 但是我也希望 有一天 每一天晚上 当天开始落下 灯光开始 灯光开始被打开来的时候 每一个家 座父亲的 总是把手举起来的时候 这就是祖的奔饼 拿起你们的汤 你们的汤起来 说这是祖为我们所留的血 是为我们舍的 我们渴望每个家长 在你的家中 成为一个祭司 每一餐聚集 全家人可以聚集的时候 就是你们献祭的时刻 就是来宣告主的身体 在我们家里 宣告主的宝学 所立的约 在我们的家里 让基督耶稣 成为你们家中的主 你能够想象吗 每一个教会的家庭 每一个教会的家庭 只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 他们就会拿起饼来 拨开来 住些了 耶稣被认出来 是因为他死里复活的时候 在银马五世的路上 到那个酒店的时候 他们认不出耶稣 直到耶稣拿起饼来 要拨的时候 他们认出他是耶稣 认识他 够了 耶稣走了 因为 那个认识 那个看见 永远落印在门主的里头 不会再离开 用姐妹们 让你的家成为基坛 让你们的家 家长成为祭司 让你们的家庭蒙受 上帝直接的祝福 为什么要在殿里 殿里是合一的彰显 同心合一 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圣殿 全以色列一个圣殿 全世界只有一个圣殿 圣殿要代表的是合一 当时耶路撒冷教会 第一个教会 他刚好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圣殿 代表城市的合一 今天福隆教会不合一 我们的心不能满足 今天福隆的教会 福隆的基督团契 福隆的机构 基督团契 不能合一 我们里面不能感到满足的 因为基督的身体 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块 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一日一笑 全神欢笑 我们祈祷 这边有喜乐的声音 我们渴望福隆花城 成为喜乐之城 因为这里有神同在 阿们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的教会有第一个是城市 第二个是假 我们的信仰要落实在家里 天天在家中怎么样 剥柄存着什么 欢喜快乐的心 怎么样 诚实快乐的心 用饭 家里是诚实的地方 家里是要快乐的地方 不是吵吵吵吵吵的地方 因为耶稣的身体 透过这剥柄 临到我们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堂会 应该是成为使徒中心 这个地方那么好 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培训中心 祷告中心 拆派中心 这个地方要成为一个使徒 行动性的 使徒是奉差以前的 行动性的 一个转盘的一个地方 每个来的人都被装备 教师装备 在先知命境 再来使徒 拆派 里面要充满了行义能 充满了医治 充满了帮助人 充满了一个治理式的 也要说出方言来 那我们领理刚强 但是刚强了以后怎么办呢 去到你的家 去到你的职场 然后不管你们公司 有几个基督徒 两三个人 奉着人民 同性祷告 主说我在人民当中 教会必须要延伸 那天我讲一半 后来我想一想 讲一半 我想到一个蜘蛛理论 你们还记得吗 他的肚子那么大 他的脚 他的脚 沿到这边来 我们说蜘蛛是那么大 还是那么大 那么大 不止这样子 蜘蛛会吐丝 吐那个丝 吐出来 这一个空间都是蜘蛛网 当 苍蝇飞过来的时候 它不需要碰到脚 也不用碰到蜘蛛的身体 只要碰到哪里 就会被抓住啊 网就是影响力 透过核心教会 透过我们延展出去的教会 刚刚我们吃饭 有个行李兄兄姓波波 哇 他死你复活 五个医生都判他死刑 耶稣说起来 拉撒路起来 我要让你活着 他的姐妹 邢太太 就是带喜多元归向神的人 小竹变成大竹 变成好几个竹 变成可以打到 几十个人 我要表达个点 生命当中里面 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影响力 军阵能够长出 一棵树能够长出新芽的地方 比较不是树干 都是嫩株 就是说树叶 树枝比较容易长出来 树干 那个老树干皮很厚的 比较不会长 老基督徒不大会传回音 刚刚信主的 很会传回音 因为对我来讲 我爸爸牧师 我也是牧师 我认识的朋友 99%都是基督徒 怎么传啊 怎么传还是基督徒啊 因为传回音要有关系啊 没关系就有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啊 关系很重要 没有关系 在问刚信主的人 哇 太阳佛的整个生命被改变的时候 他的基督徒朋友只有1%2% 他的不信主的人有8%9%以上 大家看到他的改变 很容易传回音的 所以啊 像那个坟墓里面 那个被鬼附的那一个 他想跟随耶稣 也说不用跟了 你回去做见证 圣经历史记载 他传给十个城市 都鬼向神 只认识神一天 只要靠做见证 改变整个城市 有点面 你不要告诉刚信主的时候 不要传 你还不认识神 传错了怎么办 我跟你讲 就是要传 如果一个鬼附的人 在那边用石头砍自己的人 身上的鬼出去 可以叫两三千头猪死亡的 都可以为主来传回音的话 今天谁不能传回音呢 做见证啊 回音没那么难 回音没那么难 不要把它搞到变成神学 见证不等于神学 见证只要告诉神 在你身上做何等大的事 够了 够了 对弟兄在那边吗 我们都可以划出去的 如果一个人 只跟耶稣一天 就可以传回音 给十个城市 我们都可以传的 那只要是 我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改变 好 这边我看到你们 讲到你们的时候 我要稍微看上下文 因为这是第二次讲到教会 这个教会里面呢 要从哪里读呢 就把它读完整一点 十八章 马太福音十八章 从十五节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好 我们要来读一下 从第十五节开始 我们一起从十四节开始读 也可以 请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 不愿意这小子里 事上一个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 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 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如果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如果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如果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 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佣者妹妹这里讲到教会 是耶稣亲口说出来的第二次的记载 这边讲起来不是跟十六章有点不一样 他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他讲到一个好像很小的事情 但是又在教会里面又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若有弟兄得罪你 你就要去 他分成三个阶段 有人得罪我们 有人做错了 怎么办 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在公众里面提出来 也不要跟别人讲 直接找当事人 就是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 这代表一处的时候代表私下 代表是没有其他的人 只有你跟他 然后告诉他他的错在哪里 指出他的错来 如果他愿意听 因为 因为啊 因为啊 这个诚实是很重要的 爱和诚实 他愿意听 你就找你的弟兄 有可能他不听 第二个步骤 找两个亲眼知道他犯错的人 见证人 要几个 至少要两个 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只有一个你不要处理 要两个以上 然后再带到他的面前 而且句句都定准 就是很准确的讲出 哪一个时间哪个地点 不要说我又听来的 见证人就是亲眼看见 亲眼知道的 而且能够讲准的 教会不是不要审判 教会不是不要 找出错来 教会是要有证据的 当然你个人看到 知道你要讲出来 你要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但是弟兄姐妹妹们 今天教会的难处在哪里 今天教会的难处是 明明当事人有问题 你不敢讲 你要么就放在里面 不讲 要么你就告诉 结果全部人都知道 觉得他当事人不知道 教会的混乱 教会不应该这样子 这里面第二次讲到教会 耶稣一生在地上 只讲到两次教会 就表示说还是很重要 一次第一次讲 一次最后一次讲 他告诉我们 教会一定有难处 教会一定有得罪 我们的地方的人 我们看不惯的人 你第一个步骤是当事人谈 第二个找见证人 第三个交互给教会来处理 这个步骤必须成为 我们当中唯一的典章 你要今天如果是 我是牧师 有人来告诉我什么事情 我会说你 你告诉我 你是A弟兄 你告诉我B弟兄的问题 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跟B弟兄讲过没有 当面对指过没有 没有你不要跟我讲 你没有第一手资料 你不要来跟我讲 而且你第一手资料 不是跟我先讲 是跟那个当事人先讲 讲完他再找我 弟兄姐妹们 绝对不要听 第二手第三手的话 绝对不要 因为这不是教会的原则 绝对不是教会的原则 台湾这次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 耶稣亚153绕台湾一周 我负责 本来我被排汤器 是整个大会的讲员 后来有一个牧师 有点意见 说陈光大当中大会讲员 合适吗 他提出一个意见 可能有些他的看法 那主办单位的同工 就觉得需要沟通 那他就问到我说 你愿不愿意跟 对你有点意见的沟通一下 那我说我乐意 我时间 我在台湾 我学习都可以 他就安排一个礼拜六 早上打电话去说 我已经约好了 他可以当面 如果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你们可以沟通一下 他说我不要见面 但是他说的是 他好像很有把握 但是我从来不认识这个牧师 我们要学会一个很重要原则 不管是好的意见 不管是好 不好的意见 我们允许对话 我不是从第一 当然后来 主办单位还是排我当讲员 只是当工作坊的讲员 那是无论如何 也给我两个时段 能够发挥那个属灵的影响 对不对 国度性的影响 他因为他很支持我 但是因为他也很在乎一个 非常有影响力的牧师 他有点意见 那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见 因为他也没告诉我 那我想要跟他谈 他也不跟我谈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不认识他 但是我觉得 他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面对面的原则 弟兄姐妹们 教会不管弟兄姐妹也好 不管牧者也好 这个原则如果不立定 就没有下面的是 你们在地上捆绑 天上捆绑 因为这一计划要先解决 这个解决完以后 才有后面讲的 讲的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反正你们在地上所捆绑 天上要捆绑 这个权柄能力 来自于什么 弟兄相爱 彼此合一 愿意不论断人 愿意直接面对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教会不能打这场仗 属于你的仗 教会是要胜过 阴间的权柄 教会不能一口两舌 表面上对牧师说 你好你好 我好爱你 背后才说 这个牧师有问题 这是要一口两舌 同样你对一个人的评估 在他面前跟他背后 不一样的表达 那你不讲也不对 如果你真的认为有问题 你还是要讲爱心里面 我带两个见证人再过来跟你谈 我渴望把你挽回回来 再不能我透过教会的委员会 我们一起来看怎么办 交给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个原则是耶稣在最后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 他非常看重 也认为你觉得他只是一个弟兄小弟兄的事 但是他一发酵起来 这个问题一发酵起来 全教会都会受灾烊 就会被误会掉了 教会最重要的问题 教会最大的问题 往往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嘴巴的问题 嘴巴的问题在不应面对面的问题 所以耶稣在第二次提到教会 也是最后一次提到教会 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其实这一句话 倘若有弟兄 你的弟兄得罪 你是在应用哪一节经文呢 应用上面的 99只羊的问题 一只羊迷失的问题 100只羊 就是100只羊迷了路 那个弟兄已经迷了路 什么叫做迷了路 就是得罪我们的 犯了过错了 你难道不理他吗 你难道责备他吗 难道论断他吗 去找他挽回回来 所以这一个用教会的应用 是在比 用上面那个例子 100只羊的例子 走失了一只羊的例子 这一次讲完 这个讲完以后 就开始讲到教会 教会里面要带出权柄和能力 就是要解决问题 真的他不愿意的话 就当做外人 因为经过三观 一对一 见证人 教会 三观 如果他都不悔改 我们只好 不当做他是我们的弟兄 所以接下来 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耶稣开始 讲到教会的哪一个部分呢 讲到同心合一 他一直告诉我们 今天最大的 教会最大的 不能同心合一 就是我们不愿意面对 人的问题 而且用爱心说诚实话 并且能够让人可以回转过来 错了就错了 就悔改 好了 如果今天 有一个人对我有点误解 好 我们可以当面谈 我错了 我认错 我如果没有错 我们可以沟通 问题就没有了 其实我到 菲律宾也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去的时候 他们都反对领恩的 听到来一个领恩 他们都很害怕 他们说领恩派就来了 其实我是福音派规格会 我也是福音派的神学院来的 但是因为有人在台湾认识我 那他们就认为我很领恩 的确我也很领恩 但是我去那边 我觉得要 到哪里去 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就装着 不是装了 我就是扮演一个 福音派的角色 但是因为我过去领恩的经历 人家还是要把我定位在领恩 就有很多的难处出来 华人教会的牧者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每一个来到菲律宾的 华人教会服侍的人 最后的老一千都会说 你知道人家来讲 怎么讲你们吗 我说我都朋友还没听过 我住在菲律宾 你们可以随时来找我 没有一个人要来找我 他们只告诉别人 告诉相关的人 就是不来找我 后来来找我到贵格会 派两队来到台湾贵格会 提到我的事情 其实很多误会 他们叫我台湾的派两个牧师 过来调查和了解 调查完之后 再加上我的解释 贵格会最后拍板 主席拍板 陈光道牧师 你如果有感动 留到菲律宾 继续留下来 毕竟我给你加薪水 从此都杜绝了这个口 杜绝了这个口 后来他们还跟我道歉 我们以为你是比较极端的灵恩 后来发现其实你的灵恩还算蛮平衡的 因为有时的话 误解不是那么难 这是沟通 面对面沟通而已 一句话 学会沟通不要惧怕 爱你没有惧怕 有点慢慢教会就要学这个功课 这个功课学不好 我们在教会生活就是零分 就是不及格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教会要落实下来 你要有能力嘛 先懂得面对面 懂得解决问题 再来他还告诉我们合一的问题 他合一说呢 两个人 同心合一的求什么 天上的复辟为他们成全 我们祷告会要成为神机之业嘛 我们祷告会要成为带有全民能力的教会嘛 我们先和好开始 我们先指出面对面 面对问题 我们愿意面对问题 我们愿意找人面对面来谈开始 这是教会必须要学习的功课 在我们教会 在我同学有个教会 韩国人 韩国华侨来我们读 华省的同班同学 他教会很特别 只要让牧师听到 你讲两次负面的话 跟批评教会有关的 马上开除 他敢开除了 听过两次 一次给你机会 第二次就给你开除掉了 当然标准是以牧师的标准为主 如果你在讲负面的 不管对牧师讲 或对弟兄那边讲 因为那个没有造就人 除非你是跟当事人面对面来谈 这个就不太是讲 闲言闲语评的话 保罗说我不论断人 我也不论断自己 能够审判我们 论断我们只有一位是神 透过他的话 所以教会必须要学习这个部分 学习这个部分 两三个人 同心和一致有能力的 然后二十节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观念 教会必须带着权柄 带会必须到了面对面的和解 教会必须要有能力捆绑跟释放 教会必须要同心和一来祈求 教会还要怎么样呢 无论在哪里 假如是教会被空间所限制 无论在哪里 二十节一起来读情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教会的起点就是有两个人三个人 奉主的名愿意聚集在一起 神说我在你们当中 所以你们在公司里面 有两三个基督徒 奉主的名开始聚集 你们家中有两三个人 信耶稣奉主的名开始聚集 主说我与你们同在 主同在的地方就是教会 因为教会代表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头在当中 我想的是广义的教会 延展出来的教会 所以如果我们把教会的定义 定义在核心 定义在建筑里面 恐怕我们限制了上帝的作为 限制了神对教会的定义 我刚刚说过了 蜘蛛的身体是教会 基督的身体延展出来的脚 也是教会 基督吐出来的王 就是教会的影响力 也是教会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媒体宣教 媒体就是影响力的一部分 透过我们的身心灵的见证 身体的见证 行为的见证 透过我们话语的见证 透过我们媒体广播的见证 都是像蜘蛛网一样 人只要碰到蜘蛛网 就来到神面前 成为上帝的 被上帝种迈赎回来的人 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 第二次提到教会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就是我们不错失 任何一只迷失的羊 而得着人最好的方式 不是当众的责备 是私下里面的 劝勉 对职 表达 知道他不会有面子的问题 以至于我们也不误会别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公益的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教会在生活方面 教会在运作方面 绝对要守住这一个部分 这是我针对教会的部分 我只用耶稣讲了两次 按照我所领受的来分享 那我个人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使徒性的行动和先知性的行动 这两个 在圣经里面 它的应用很重要 吃饭的时候我也跟牧师谈 我觉得今天 我们的目标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讲使徒宣知 就是要看到神的国度降临 国家的单位是城市 城市的单位是家庭和机构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要把马来西亚 变成上帝的国 全世界要成为上帝的国 世上的国要成为 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子到永永远远 全世界的国家 要成为上帝的国 那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部分 马来这个国家 要成为上帝的国 毕竟每个城市有人住的地方 都被翻转成为上帝的地方 上帝要翻转 每个城市从哪开始 从每个家开始 每个家都落在个人身上 这个都是要 神的心意是从新人 新家 新国 新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 做主的门徒 新的家都是属 属你的家 新的国就是神 那荣耀的国度要领大 这三个要成为我们的目标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讲使徒先生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因为教会的本身 就是众议院 教会的本身是国务院 教会的本身就是内阁 执行上帝的使命 上帝的使命 第一计划就是 先求祂的国 祂的国 今天不会局限在只有一个堂会 一定是从你可及的地方开始做起 然后要扩大到城市 国家里面的关联 所以我们必须 必须 必须要 必须要跟对人 第一个我们要跟对的是神 第二个是神 看为对的人 我很为你们感到骄傲 因为你们有一位非常好的牧师 他是一个国度性的牧师 他是以神的胸怀 为他的胸怀的牧师 他是一个使徒 他带有使徒的指纷的牧师 虽然我们还是称他为牧师 但是他那一份是不同的 他有不同的眼光 他有不同的心智 以至于我们在当中有分 但是我们要跟上来 我们要跟上来 真正的牧养传回音 不是牧师的真 是弟兄姐妹要去做的 是要落实到那个脚去踩的地方 那所以今天呢 怎么改变这个社会呢 从把教会当中方舟 方舟意思就是 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就够了 其他人死光光不要紧 这个叫方舟观念 改为神要转化整个国家 社会 城市 成为上帝的城 上帝的城好不好 当然好 上帝的城 有人认为只有西安 耶路撒冷 那是神说 众城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 永久的门户也要被举起 我们来看一下 上帝的城有什么祝福 如果我们福荣 小一点地方叫福荣 大一点的话叫整个吉隆坡 那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城市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诗篇 诗篇 应该是46篇吧 好 我们看46篇 我们从第二节 要读到第五节 我们来看上帝的城 是怎么样的城市 第四篇 46篇 46篇 从verse 2 to to verse 5 这是第二节到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节 请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 虽喷轰翻腾 山虽因海战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岔 是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这里面提到 第四节 是什么 上帝的城 是神的城 表示这个城市是上帝的城 是不是 这里面有一个五大祝福 上帝的城市有五大祝福 哪五大祝福呢 第一个祝福 这里有一道河 这个河要分岔 分岔 我以前看分岔 我都看不懂 我只看到人家讲到分岔 我讲到头发会分岔 要是书头发 那我讲分岔有什么好呢 如果这样读新一本会比较好一点 它有一条河 它众多的支流 是神的城 充满快乐 分岔的意思是说 一条主要的河流 分成很多细细的小河流 为什么分成细啊 小河流是很好的呢 我最近看Google里面 他提到非洲的妇女 平均拿一桶水要走六公里 平均 拿水很难拿 拿一桶水 连我们一般洗澡的水都不够 但是要跑六公里 平均 有更长的 那水是人生命的源头 人类的古文明都跟水有关系 那水呢 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 那水呢 我们现在很方便嘛 水龙头一开就有了 对不对 那分岔的意思 我们小时候有唱一首歌 我不知道我们的国 我们台湾的小学的课本 跟你们课本有没有一样 有一首歌叫做 我家面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你们马来的华调学校 有唱过这首歌吗 有的去小家 我看看这个 哎呦 还有很多人会唱 这首歌好在哪里 我家面前有一条小河 你知道我不用跑六公里 我不用跑到像那个 撒玛利亚妇人 要从城内走到城外 扛着一个 那个时候用磁器做的 很重 扛在头上这样子才取水 我只要一出家门 水一拿就回来了 不要一分钟 好不好 当时候没有水龙头的时候 那是最好的 那分岔的意思就是 这个城堡啊 里面有一条河啊 分到每一个人家门口去 本来是个大河 用一个开一个人工的小河 反正分岔到每一个人家 每一个人家拿水 都不用跑六公里 也不用跑三公里 也不用跑一公里 他们在家门口这样一摇就有了 这个就是上帝的城 他生命和的水 供应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去 每一个家庭里面去 所以这个是祝福 因为水是生命的源头之一 第二个 欢喜 这是喜乐的城市 神的城市有一个 一个标志 就是一日一孝 告诉我下面那句话 对就对了 没有错 全城欢笑 一日一笑 你要跟我来搭配一下 我讲全城欢笑 你们要讲一日一笑 全城欢笑 一日一笑 对了 神的城就是欢笑 喜乐欢喜 今天这个就是天国在当中 我们要看到福荣 要成为这样的城市 这倒是我们的范围里面 我们可以做到的范围 所以神的城市的第二个标志 欢喜快乐 充满快乐 第三个 这城就是知高德居住的圣所 所以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 我好喜欢跟你们住在一起 我跟你们住在一起 好舒服 因为我们里面圣灵的店 充满了圣洁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公义和神的慈爱 神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欢喜快乐 住在这个城市欢喜快乐 他自由运行 他不会感到 他会感到很多人在拒绝他 很多人抗拒他 很多人不要他 远离他 他都欢迎圣灵 举起双手来说 心爱的圣灵我欢迎你 心爱的圣灵我需要你 我可不得你 现在坐满我 这个城市是让神 可以安然居住的所在 因为他的帐幕要在人间 而第三个祝福 就是神住在这个城里面 第四个祝福 神在其中会怎么样 城第五节 城必怎么样 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的海星 水虽 噗 轰 攀腾 但是神说 不管环境千人铺刀万人铺刀 我叫这个城市怎么样 永不动摇 西安山永不动摇 不管所有的城都到了 西安山不会到 城不会动摇 因为神使他坚固 第四个 第五个祝福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神说 神说 总有黑暗的时刻 但是我公寓的太阳要出现 当我一来到的时候 我要快快的来到你们当中 我的日光一进来 我的帮助就马上领导你们 你们一夜虽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神的能力 神的帮助 神的拯救 要快快的领导我们 所以成为上帝的城 好不好 当然好 当然好 你们渴望福荣成为上帝的城吗 花 你知道你查字典 花的古字叫华 中华的华 华有光华 有发展的那种感觉 所以神的光华 神的荣耀 要在我们当中彰显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 我们如果欢迎福荣 欢迎福荣的主要是长老在管的 这个长老愿意欢迎 上帝的城进来的时候 上帝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这五大祝福 我们也许说 我们现在还没办法翻转整个马来西亚 但是我们从福荣开始 福荣开始 教会的单位 从来都是以城市为单位 以家庭为单位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启示 天天在店里 和家中 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都落实到家庭 两三个就奉主的名 除坛献祭 我们今天城市里面有真实的合一 而且不要合一次两次 要同心合一 横切 横切地持续下去 这样的话神说 我要住在他们当中 这里正是我的教会 那有人说 神只要到一个地方吗 就有少数的地方 是神的城市吗 我们刚刚有读过了 诗篇24篇 我们再读一下会更清楚 诗篇24篇 我们还是来读一下 第七节到第十节 也许有时候 我喜欢往前面再读一节 也很好 第六节开始 虽然分段是从第七节开始 我们从第六节开始 读到最后一节 诗篇24篇第六节 请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主列 是寻求里面的雅各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抬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金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这里面告诉我们 众臣们啊 是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城门 城门啊 一打开来 叫是欢迎 抬起头来的意思就是 把城门打开来 欢迎谁呢 欢迎那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是在战场上 有能的耶和华 是荣耀的王 让他进来 永久的门户 就是像 像日本的神父 像中国大陆的北京 有时候是三千人 五千人是被撒旦 二者所 全市所掌管的 神说 开 永久的门户 也要被举起来 用这边门 神要进到每一个城市里面去 有没有包含我们 胡荣的城市呢 胡荣的城市 欢迎耶稣吗 哈利路呀 神很喜欢听到 我们这样回答 有力有能力 神要进来 他喜欢 跟我们在一起 他要定这里的花园 为上帝的花园 所以我们欢迎他的时候 不能只有一个堂会啊 我们需要胡荣的 众教会都起来欢迎啊 如果今天我们家说 爸爸说欢迎客人来到我们家来 妈妈不欢迎 假设啦 妈妈欢迎 孩子都不欢迎 住的人也很痛苦啊 你要说 我们家有五口人 我们五口人都欢迎你 这时候 我住得很快乐 只要有一个人不欢迎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啦 所以我们要鼓励 让欢迎的人继续欢迎 让没有欢迎的人 也开始欢迎 让不知道欢迎的人 也开始知道欢迎 我最大的期望 就是有 很渴望跟我们 阿福隆的宗教会的负责人 包括机构 包括领袖 我们多一点来分享神的话 不代表我比大家知道多 而是说我看到的部分 一起来分享 我们一起来经历 因为我相信这个城市 是被预备好的城市 因为有许多城市的联合 许多城市的活动 许多城市的祝福 都在当中 他很澎湿地在印座 以我的感觉是已经被预备好的地方 不是完全关闭的那个地方 是开心在动了 在缓身了 但是如果我们给他们看到 我们不只是活动的结合 也不只是传会的结合 也不是偶尔祷告会的结合 我们是一个建造 是一个城市的翻转 是一个欢迎荣耀君王 住在我们当中不要离开的 为了让我们带下五样的祝福 芙蓉就不再成为微笑的 芙蓉要进到 你们知道这国旗有几个国旗吗 你们算过没有 你知道这边国旗有几个国旗吗 有算过没有 这边的国旗 有四个 十四个 十个还是四 十四 算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你少算两个 有两个国家你好像有点讨厌 你所以不想承认 我们至少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教会 我们总是要有先教士 至少你派出十六个出来 一个国家一个宣教士 一对宣教士一个家庭下去 我们国旗不是挂好看的 国旗是要代表 神要带到略国略邦 成为他们的祝福 阿们 预备好了没有 已经准备要去那几个国家的举下手 这个是什么 周旗不是 我是国旗 我还搞不清楚 好 这是很多周 这个周代表什么意思 我仿佛再问一下 这是都有我们的教会 还是都神召会 但是不代表说有我们的关系 好 从我们的国家开始 因为福音从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 怎么样 撒玛利亚 直到第一集 当然最后是第一集 但是我们要从我们 的所在的地方开始 他是说从马可罗开始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且要从马可罗 还是从彼得 还是从耶稣十二个门徒 还是从耶路撒冷 史路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神的灵浇灌降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从哪里开始 耶路撒冷 城市 城市不合一 整个宣教的扩张 有气无力 孤单很难成就 当城市好一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拆派 我们一起来往前的时候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耶稣说 宣教的起点 耶路撒冷 城市 进一步讲 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城市 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包括那个谁啊 那个弟兄会的 那个什么 那个名字我现在有点忘了 有点长 那他们就是一个城市开始的 发展到全世界的宣教 摩拉威亚 对 他就是一个 他们一起共同生活 他们好像开展了一个 这样类似城市的地方 一个宝 他们一起来工作 一起祷告 一起服侍 后来就彩派 带来很大的影响 包括直接的影响 和间接的影响 包括威斯利 和的一个复兴 跟他们也有关系 所以我要把他一个点 就是说 今天 今天神的心意 从城市城堡 从一群人开始 我们愿意不愿意 被神来得招 一生只有一次 你可以轰轰烈烈的被神用 你也可以 懒懒散散的死在那边 我们只有一生 这一生决定你永恒的价值 太值得了 永恒是无限的 唯有我们的生命 完全被燃烧 烧在神要我们烧的地方 黑暗的所在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是每一个城市 当我们把门打开 荣耀的君王进来 这个城市要不要宣告 为上帝的城市 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好 何等的棒 我对福隆一直有负担 我希望你们 对自己也有负担 你们要有信心 我相信 这个教会 会是一个关键性的教会 因为你们有关键的人在这边 你们是 如果你们教会都走不出来 我不大了解 会不会有其他教会可以走出来 所以唯一我们总是要当做一个起手 一个标杆先挂出来 带动整个芙蓉的教会 一起来往前 这样神的祝福就更大了 这是讲到一个城市 那你怎么样能够达到城市的翻转呢 有原则了 如果教会不按照这五样原则 教会没办法 城市翻不过来 这五样原则在讲以前 我还是要先看影片 看完在今天结束以前 我希望把这五个原则清楚的来讲 因为这五个原则很关键性的 教会没有这五个观念 没有这五个硬作 没有这五个里面的认知 城市永远翻不过来 有人统计过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犯罪率比一般的城市还高 特别超过一万人跟十万人以上的教会 他们发现 没有因为这个十万人教会在这个城市变得更好 变得更糟糕 为什么 因为没有应用正确的原则 人教会大家会不是罪恶 也不是不好 但是必须要发挥影响力 真正的影响力出来 影响力不在于太大或太小 而在于它抓到原则 那我们先看例子 因为有时候我用讲的你们 我用讲的很多人都听不懂 他说牧师你讲的讲的去 什么神国家里 使徒建制 我还是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 习惯性的观念里面 以至于我们要进入一个 新皮带新酒的时候 我们转不过来 如果不是神开启 没有人能够明白 但是我们通过一些见证 一些例子 我们多多少少会开始体会 被开启 我们看一看台东 台东在全台湾是被认为最落后了 没有人要去 以用中文的讲法 就是鸟不生蛋 鸡不拉屎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县长夫人 因为县长也愿意配合县长夫人 建立祭坛 整个城市被反转过来 这个是在台东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看一下台东县政府的状况 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是什么族群 上班族 所以神国最大的战场在哪里 在我们身上 我们上班的地方 就是最大的属灵的河场 那职场使徒呢 是神精心挑选 特别装备的特种部队 为了要使神的国降临 这几年 台东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有一群不一样的使徒 设立了祭坛 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主而活 六年前的台东 是全国唯一没有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也还没有铁路电气化 你可以看到这些数字 低收入人口比例最高 老年人口身心障碍人口 中措生单亲隔代教养 弱势血统比例将近四成 平均家户可支配所得是最低的 平均寿命是最低的 自主财源是最低的 我们的人口大量的外流 尤其是轻壮的人口 但是这些年 在我们的努力之后 我们的就业跟薪资 都大幅的成长 创造了很多的历史的新高 包括我们的营业额 就是开发票的统计 没开发票的还统计不到 成长了266亿 就是县长的第一任的任期 295亿民间存款增加了 观光客多了两百万 不只是在经济上 神这样子的来祝福台东 在全世界都最头痛的 气候变迁带来灾难的问题上 神更是每一次都与我们同在 我找这两个是最近的台风的例子 因为可能大家还有一点印象 苏迪勒台风当时的预报 好像就是一定会少到台东 所以我们很紧急的马上祷告 然后结果8月8号 苏迪勒台风迎封面是从花莲宜兰 然后再来西南气流转向回来 是到高雄屏东 台东完全没事 你看我们的京城武术 安然无恙 然后隔天的报纸 每一个县市都是 这里发生什么什么灾难 然后台东是一夜平静 然后民众说台风有来吗 在这个之后呢 马上又来了一个台风叫天鹅 那那次天鹅台风的预报 也是一副就是台东躲不过了 一样进食祷告 接力进食祷告 然后你就看到了 天鹅台风在要碰到 碰到这个台东之前 就90度转弯 每一次在 这种台风的预报的时候 我就看到县长很紧张 那是一个手掌 一个最大的压力 他跪在地上跟神祷告 他的防災会议 不是只有在外面开 他回到家里 他跟上帝开防災会议 所以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台东 每一次的灾难 你会发现 你如果这几年 你去摊开那个卫星云土 你会觉得 好 我们真的都会流泪 感谢神 就刚好就是就毙掉台东 就刚好把台东保护起来 尤其是在热气球这件事情上 热气球怎么来的 第一年县长刚上任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祷告 我跟祖说 你可不可以兴起一个活动 来取代邯郸野 让观光局不要再把台东的邯郸野 列为十大节气活动 吃着上身 县长有一个祷告 他跟祖说 台东很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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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办法像其他县市 烧钱拼光光 我要做的活动 一定要可以变成产业 长期对台东有益处 然后县长一上任 就跟所有的局处有一个吩咐 所有中央来的竞争型计划 通通要送 不可以放弃 有没有 最后我们有没有得到奖金 那其次但是一定要参与 参与就是一个训练一个学习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国贸局的这个 叫做会展 国际会展中心的竞争型计划 那个是工商科的业务 那时候工商科有一个弟兄 叫做宇甄 那高宇甄弟兄呢 他就写了计划 而且他来到我们城岛小组 然后说小燕姐你要帮我祷告 我要去国贸局 争取一千万的会展中心计划 然后我们说好 祷告 我们也不知道会展中心 将来能做什么 不知道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 我们跟这些都市行 我们怎么竞争 但是我们就祷告 然后那计划就递出去 全国只选一个城市 上帝就给台东 那个一千万 就是我们办热气球嘉年华 第一年的经费 我们怎么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其实对台东来讲是很困难 当年台东是全国唯一 没有电影院 没有百货公司的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招商是多么的渺茫 这根本不可能 但是上帝为台东预备了第一位 MBA的县长 理财是他的专业 行销高手 专门化水为酒 是神给他的本事 我们跟国有财产局合作 他提供土地 我们做招商 引来了秀泰隐身 台东有UNIQLO耶 然后 你看到的这个日式宿舍 是我们警察局的宿舍 在铁花村旁边 县长整修 整修之后呢 把它围给工艺平台的团队 然后他们有一个餐饮人才计划 专门训练我们台东弱势家庭的孩子 去学做餐饮 然后现在这边是一家台东睡科 手打乌龙面 全部在里头当股东 当员工的 都是我们台东的孩子 通通叫做没有本的生意 县长就专门做没有本的生意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 各地县市财政恶化的问题 但是台东没有 我们不管是债务管理评比 开源节流比赛 然后甚至民间的上商业周刊 它有一系列很深度的调查跟报导 都说台东是财政的模范生 县长最重视的其实是教育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民间合作 我们跟宏达电基金会HTC合作 台东英语品格学院 我们跟陈立基金会合作 台东科学脚精英 我们要造就我们的下一代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学校 我这边没有空间放 叫做特教学校 县长从当任立委开始 就不断地在争取特教学校 但是土地没有办法解决 他担任县长之后 拨县有地2.2公顷给特教学校 所以台东现在有全国最好的特教学校 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任务 我一次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跟我说 你要帮助台东的人民脱离酒精的捆绑 然后我就很顺服 我就想我要怎么做 好 我就想了 一大堆马拉松对不对 我来办戒酒马拉松 然后我就来 卫生局 来来来 请问你喔 我现在要做这件事 我们怎么做比较好 每一个都 喔 这个小燕夫人讨厉害了 喝酒是台东的文化 怎么可能戒酒呢 然后你们知道吗 那个最没心心的叫哪一处 叫圆明处 圆明处 圆明处跟我说 小燕姐 我们圆正明 不喝酒是没有朋友的啦 然后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 我说怎么样才是爱我们台东的人民 是让他们继续喝酒 然后说这是文化 还是我们来努力看看 帮他们戒酒 他们同意了 然后我跟他们说 以后我们疯年纪不要喝 不要喝啤酒 我们疯年纪改喝沙士好不好 然后他们每一个都看起来这样 可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这四年 我们办了四届戒酒马拉松 第一年的奖金 是我跟县长掏腰包出的 我们已经帮助501位人 成功戒酒 然后我们酒驾 酒驾造势的比例大幅下降 所以我们警察局也得了很多很多的奖 然后卫福部颁给我们2013年的健康政策奖 然后他给我们的评价就是说 看见问题 勇于解决 就是台东县 这几年台东有这么大的翻转 跟我们的县政计台齐齐相关 我记得2009年12月5号 开完票县长当选了 我就跟主说 哦 主啊 你是完真的 那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因为我知道 你对台东的心意 绝对不是好山好水好贫穷 神就很清楚告诉我 你要设立祭坛 每天为县长祷告 为县政祷告 我不晓得美国白宫有没有祭坛 但是台东县长的公馆有祭坛 我们每个星期二的早上7点到8点 成岛 从不间断 我过年的时候休息一次 即使我出国的时候 我还会跟他们视讯 一起祷告 我们不只是固定的祷告 我们如果有风灾 有狂犬病 有特殊的状况 我们就会立即 启动祷告 然后还有像 我们教育处处长 8月1号 新道上任 我们就把教育处处长请来 五位科长请来 我们为教育处长做迎新祷告 这个祭坛 为我们带来很大很大很大的祝福 上帝要交给使徒的工作一定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做的工作得心应手 一点困难都没有 请你要问一下 主啊 这个是不是你要我做的工作 真的 智商使徒第一个要确认 这工作是你选的还是上帝选的 你有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头 我所在的位置 弟兄姐妹你可以去想象 我有多少人设计的网络 獅子坑挖好的 我有多少属灵的征战 我经历过的 我们要怎么办 读经祷告就是我们的防弹背心 之外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 不管是牧师或是弟兄姐妹 时时刻刻为你守望祷告 就像县长在前线作战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狙击手 我就在帮他 帮他看着 我在前线祷告的时候 我常常感觉阿力在看 帮我看着 所以我后面不会弄腔 这个祷告的网络 是对智商使徒来讲 是No.1需要的 弟兄姐妹 智商使徒 要为主优秀 要为主刚强 要为主承担 要活出属神的价值观 属世界的价值观 老板看不到的时候 叫做混水摸鱼 玩游戏 看股票 最喜欢一群人聚在一起 讲老板的坏话 讲八卦 我们不是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一定是在职场里头 态度最优秀 能力最优秀 品格最优秀 大家都最需要你 然后你又不鞠躬 的那一位 是我们基督徒 台东的每一件事情 热气球也好 太多了 其实都是县长 承担了很多风险跟压力 因为我们现在工部门的系统 是很难 很难做成事情的 很容易做不成事情 在座有公务员 别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工作有多难 全世界大概 公务员最难当的就是台湾 因为台湾的人民 把公务 把政府 当作是摇钱树 跟出气筒 然后我们 我们这些 这些政治的力量 是来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神的儿女在职场的样式 真的会决定神的国 能不能降临 尤其是在工部门服务的弟兄姊妹 你要刚强壮胆 我们的国家要靠你 没有办法靠那些民选的 知道吗 要靠你 靠你来站立 所以 当神交给我们 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 当神交托给你的任务 看起来是这么不可能的时候 我要恭喜你 因为那就是你要经历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的时候了 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 欢迎你们来台东 上帝 哈利路亚 我们这段时间 从礼拜四上到礼拜天 我们有很多的领受 我们现在两个人到三个人 一组分享你这几天的领受 什么是最有领受的 一点不要超过两点 好吗 谈完之后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 大概至少每个人谈个一分钟 两三个一两分钟 也要有五分钟好吗 好我们开始 找旁边的人 请问 刚刚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 要来先 请问你是刚刚跟谁分享的 你们三个分享吗 他们两个分享好不好 你还记得他们分享的吗 你能不能站起来一下 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分享什么 他分享什么 大声一点 让大家听得到你的声音 忘记了 有就是星期五那一天 星期四那一天 有个超念是说议员法议员 反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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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感受怎么样 感受 因为是我们教会通常都是等牧师为我们发议员 对等牧师 所以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场面 他个别也可以去操练这样子 好 这位怎么分享 你要先讲出他们的 要听神的声音 听神的声音 就是你觉得要帮助的是听神的声音 对 然后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哇 那护不了者怎么办 就是自己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啊 好的 谢谢你啊 你把这个拿给他 你分享一下他分享什么 他分享什么 他记得不记得 他有没有分享 同样的东西 那你就把他讲一遍就好了 他讲大约同样东西 说 说 说访员 反访员 还有就是 朝念那个圣灵的 那个 遗乡 还有 好的 很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哇 你们都还记得礼拜四的 对 啊 今天还要操练吗 哈哈哈哈 好像欲游未尽 欲游未尽 为什么我要问他说 他们讲的 也问他说他讲的 弟兄姐妹们 谁会听才会讲 只会讲不厉害 谁会听到别人怎么讲还厉害 你知道哦 聆听神的声音啊 聆听神的声音啊 讲欲游不难 我认为全世界讲欲游 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不用去想我要讲什么 我只要负责听见神 要我说什么 就讲出来就好了 容易不容易 附送一遍嘛 跟我讲我再讲出来就好了 所以在马太福音记十章说 你们被交在官长面前的时候 不要去施律要说什么 天父必把 将说的话 当说话告诉你们 你用记也被你想想想 怎么 人家告我怎么告他 人家告我怎么回答 我跟你讲 人出来的没有用 你就说主 你把当说话告诉我 我有太多这种例子了 至少我有两次很明显 刚刚讲到一个 一个华人教会 到台湾去的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 那天我讲出话 好像不是我讲的 讲出话 全场都同意我讲的 他还包含两个人来查看过 那我想说 怎么我能讲这样的话 我讲出话 都好像可以化解很多的问题 因为神要我说 我就说出来 但是重要的是 我本身要行的证 那这个很重要 那还有一个是我们菲律宾的那些牧者的问题 我发现那时候我讲出话 马上都解决掉了 我其实英文没那么好 我也其实没那么聪明 只是神说话 你听 讲就好了 所以这些妹妹们 欲语也不难 谁会听 听见的 说出来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先知性 首先要学会的是西门巴焉 西门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 早上来上过课了 早上主同伴有来吗 我说西门这两个字 旧约叫西面 西面的言文是什么意思 彼得是磐石 或大石头 那是西面 西面这个字 它原来的意思 有没有印象 salvation salvation 小微 微小 没有来 不要我不问你 我就问早上的人 早上有来的举手 怎么突然就不举手了呢 有有有 这边有 我们前面很好 你告诉我 我们早上有提到西门 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西门是挺尖 听 听 聆听 好 谢谢 他有看那个笔记 没有人不看笔记 会讲出来的 对 所以说 今天 彼得能讲出那个答案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听的 他有一个能听的耳朵 今天如果你能够听被人怎么讲 你会是一个很好的辅导 智商辅导最重要不是学会怎么讲 是学会怎么听见别人里面的声音 所以主公人性格尼托生的那本书里面 第一课就是成为能听的人 他告诉我们听三种话 一种听人说出来的话 一个听人没有说出来的话 一个听到人心里的话 灵里的话 学会听 让我们进到神的心里里面 成为众人的祝福 会听的人不会断章取义 会听的人 就能够明白人的需要 跟神要对他的 对他说的话 所以这个先学习了 先学习了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再来我们刚刚分享的时候 刚刚是这一边 我想问一些弟兄 弟兄你刚刚是有没有彼此分享这几天的领受 你是跟哪些人分享 你还有谁 他还有谁 两位 好 起来 请我们弟兄起来 我记得好像那个 遇见那个影片里面好像有你当 你也是里面的主角之一 对好像看了一次两次我就有印象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跟他刚刚分享什么 里面一组嘛 对不对 那你他们 都要分享嘛 对不对 他们分享什么 他分享什么 他讲什么 谁讲他 那一个弟兄得罪 得罪他 比如说一个弟兄得罪他 得罪他 他要跟那个弟兄 对面的谈 是 个别还是公开 不是去跟人家宣扬 直接对那个人 对 你有感受 那个人得罪他吗 他讲的是你讲的 你有感受到这个祝福 这位弟兄怎么讲 没有没有 不是 你讲他说的 你提到他说的 他刚刚说什么 直接的 你说 你分享他刚刚分享的 对他也是跟他 一样的 直接跟那个 你跟他 你讲的也是这个内容 对对对 好那把麦克风再交给这个弟兄 你刚刚我们弟兄他 分享什么 那分享是 直接的讲 不是 我是不是说你是他 他怎么分享 他刚刚说什么 他也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讲吗 没有没有 你讲的是你自己的讲的 我是说他刚刚分享什么 我们这个电影的男主角 刚刚分享什么 他分享什么 不是你分享 他分享什么 你还记得他讲的吗 不大清楚 不大清楚 是他发音有问题 还是你的耳朵有问题 那你来补充 你来告诉我们 你刚刚讲什么 谢谢你 让他来讲 你自己讲你自己说什么 我跟他们分享是 拜师晚上的 牧师说 羊 绵羊 所以 被人的 那个 主人 牧羊人的声音 我们是知道 但是 我是知道 但是没有好像 真的进入我的心 当你笨人的时候 才这样 明白了 我们做 这个 这个 羊 基督主 是时常可以听到 神的声音 是我们是主的羊嘛 可以听到牧羊的声音 非常好 你还记得吗 他刚刚是不是这样讲 想起来了 是因为我们年纪稍微大 有时候容易忘记 不要紧 谢谢 非常感谢你们这一组 谢谢 有没有哪一组 你听到的那个分享 太棒了 只有我们几个人 两三个人听到太可惜了 可以分享给别人知道了 你们觉得 你们的同一组 两三个人 里面有人分享得非常 非常好的 举下手 你们其他人 都觉得旁边人分享不好吗 你们那么不会欣赏人吗 你们 你们这一组里面 有没有觉得他讲得很好 哇 好 请你来分享告诉我们 你分享什么 因为有人推荐你嘛 你告诉我们 你刚刚分享什么 因为他说你分享得很好 好 我感恩 我自从在教会里面承导过后 有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 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 已经慢慢解禁了 清净了 加上这几天这个 理训的这个 让我很大的鼓励就是 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在教会里面听到 而是我们听得到要被猜拳出气 那个出气那个字是 其实我感恩神有把我 还没有听这个培训的时候 我已经领受了太出气了 他出去了 所以我知道不是我在做 而是圣灵帮助我 因为我在这场里面有很多机会 可以接触到你去 那个是 经过这一次的 我觉得我应该要提升上来 从一个屋梯机再上一个屋梯机 然后我要很清楚神的声音 很好 很好的分享啊 还有你推荐得很真的好 来 谢谢你 谢谢你 还有没有人推荐的 你推荐谁 推荐自己 你是推荐你自己吗 推荐自己也可以 你们旁边同一组里面 富裕他长得很好 富裕他长得很好 可以自我锚推荐 但是要有正正人 说我也讲得很好 好分享 我这一组呢 我就有谈到一个 就是说今天我们 这几天会有讲到使徒 使徒的那一个制者 就是说要拆开 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观光 可以的 然后我就是 我这一组呢 有讲到 我们要讲分辨 然后知道 神如何带你去看过 新的这个工作的事工 然后我们讲 我的领受就是说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 学习文体 印证神的话 然后圣灵也在带领我们去做 这个工作 怎么开始 怎么开始这个工作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好的 好的 我们 台东会有那么大的改变 其实从一个姐妹 县长夫人 她运营开始 然后帮助她的弟兄 就是县长本身 运营来寻求神 她一个人改变 她整个城市改变 整个县都改变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得着一些政治人物很重要 就像我们 雅加达的市长阿虎 也是很重要 她是基督徒 在一个回教的国家里面 她做见证 虽然有很多攻击 好像最后看起来的难处也不小 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不用赶他站起来 不是只有嘴巴讲 也不是有信念 是实际带给百姓帮助 这是政治人物的担当 当然承担的责任攻击也很大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 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出来 让人们哑口无援 我们知道 你不管你的宗教背景 你的种族背景 你带给我们的帮助 是真实可以看到的 所以不管我们的范围多大 是一个公司的范围 是一个学校的范围 是一个社区的范围 是一个家庭的范围 总是要叫我们 为耶稣佛出这个见证出来 感谢耶稣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 继续来讲 昨天菲律宾 我们昨天看了前面的五分之三 讲到那个巴尼尼尼尼 怎么样 他们的教会在哪里 叫办公室里面 他们在那个市长的办公室里面 他们的教会在哪里 在那个十四间酒店的 那个总公司的里面 他们在那个洗衣场里面 当人们要送衣服来 送贝丹来洗的时候 他们重点不在洗贝丹 他们说你如果有忧虑烦恼 你可以找那个洗贝丹的工人 他们会为你祷告 而且神会垂听他的祷告 我们有一天要看见 每一个基督徒的公司 都成为一个福音站 成为一个祷告站 我们要看到祭坛要遍满各地 基督徒在哪里 哪里就有祭坛 而装备中心 使徒中心 就是要来装备你们 命定你们 裁判你们 可以的 这个地方是要装备的 这个地方装备的 牧师的精神力量主要是放在装备 放在帮助地方装备 还有命定和裁判 为什么牧师要为你们讲预言 一讲就是200个人300个人 号码抽到 200号的要等到明天 搞到4点钟不行了 搞到2点 不行了搞到明天 牧师有这个心是难得了 但是无论如何 而我们要兴起更多的人起来 因为他知道教会有个心意 就是要让你们 一个新的一年 知道神在你们生命中有怎么样作为 他要把你们 拉拔起来 放在职场里面 我们教会现在要推动 那个职场的事工 环系 我们也希望这个工作 能够做得好 很踏实的 夸出来 去得到那些在职场里面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不只是来撇撇灵 不只是来开开会 时常就要进入所工作的地方 得招在当地的人 而且看到他们透过生意 透过他们的工作 搬转那个区域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我要看那个下半段 那个菲律宾的下半段 就是整个菲律宾国家的 被神转化的部分在哪里 我们影片 那个菲律宾那个 转化的影片的后半段 昨天看到那个 在室伯手出来讲话 好 这个是开始还是后面 应该 应该就开始 从中间偏后面的地方 昨天忘记 不同人放 来试试看 拉看看 再往下 再往下 对 这里 OK 过去 订阅 转无法 转无法 成功 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We can bring transformation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The n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s we all know and have read in the papers that even well-know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like Time hold our nation as the most corrupt nation in Asia But this does not deter us from doing something for our nation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transformation is purely a work of God And with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God has opened a door of opportunity for us to share the gospel the love of Christ, to tap brass 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God has used the Pulp Forces of the Life book of Pastor Rick Warren as an entry point of sharing the gospel to the generals and senior offic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because of that, many generals and senior officers 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have come to know the Lord Jesus Christ in their lives And they in turn have shared that love to their soldiers And we are creating waves as far as the conduct of Purpose Driven Life Among all 120,000 strong PNP personnel We just use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to plant the seed of faith in the hearts of every 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personnel And we hope to follow it up with spiritual lectures And eventually the conduct of Bible study in all the police sta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we believe that in order for us to change our country we have to institute reforms first in the police organization And we are taking note of that principle or that saying that we have to change our police force first before we can change our country The Philippines in a sense is a valley of dry bones The church, the government, even the universities This can be likened to a valley of dry bones And the Lord is precisely raising new men and women with a new spirit, a new wine skin A new sense of what the Lord wants for this nation From officials in government to ordinary citizens God is on the move Understanding that labor is worship Empowers even the most humble of professions To play their role in the extension of God's kingdom Not long after I came to know Jesus my Lord He called me into the ministry Without formal training I just simply said Yes Lord In the place where God brought me I have seen the power of God Witnessing that even a bar can become a church The only strategy God taught me to implement was prayer evangelism It was as simple as praying for the bar and the felt needs of the people working there This leads us to introduce them to God The homosexual floor manager was changed And God's power was so evident all over that place That eventually the bar became a church As of today there are now six churches that have been planted After a year of pastoring in the area To God be all the glory for His goodness I am an ex-floor manager of a certain nightclub An ex-drug addict An ex-pimp And ex-sorcerer And homosexual And many other vices combined But God in His goodness sent me one of His messengers At first I thought He was a customer And I liked Him But little did I know that He was one of God's workers Blessing and praying for me every time He came to the bar With Him around I felt a hunger and thirst for the things of God And that led me to receive Jesus as my Saviour and Lord From that day on my addictions and vices were gradually removed My heart was changed and so was my homosexuality I instantly forgot about my live-in partner And God gave me a wife Today she works full-time with me pastoring a church Where I first came to know Jesus When we rebel against this government And demand the resignation of our president And our key leaders and our officers At that time I thought that this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 really want to change my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change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better But then after that event I was by God's sovereign will I was put into prison And inside prison that is where I really found out What God really wants for me to do To change this country We must first change our heart for this country to change And it's only through God and through Jesus Christ that our heart can be changed After asking for forgiveness Jerry was pardoned Serving only five of a 50-year sentence The first three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God led me to join the military ministry of the Campus of Save for Christ Southeast Asia And now God is using me to change the heart of th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Not through the violent means Not through ACO Prebellion But through changing their hearts By sharing with them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hi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The principles that Ed is teaching is very much practicable And even doable Especially in our nation, the Philippines We've been doing and practicing these principles since 1997 That led for a bar to become a church The whole motel that was operated for prostitution Totally transformed And even our city of Parañaque is also transformed And now we're moving the whole nation, the Philippines, to be transformed Building the church is what Jesus does And every time God's children reach out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We obey his command And we continue to take the kingdom of Go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It is happening, is it not? None of those stories was a stage They are true documentary Our team just showed up with a camera And the rest became history before your very eyes My friend, rejoice Every time we pray God let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done in heaven God hears that prayer And as we move in obedience He allows that will to happen in our midst I mean, what can be better than corporations For church happens every day What can be better than corporations That send intercessors To tenants that fall behind What can be better than the city that was at the very bottom And now is the number one And the mayor became a believer And he's the pastor of the city And church happens during business hours Oh, my friend This is one of those stories you want to watch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I feel like doing it too But let me just highlight two things Number one Never despise small beginnings What you just saw begun When a taxi driver Taxi driver Joey Walk into a bar And a bar And a bar And a change reaction began That led the manager to the Lord And the bar was dedicated to God Yes, dedicated to God And became a church And they planted six churches in less than a year Small beginning Taxi driver in a bar From there to a motel chain Dedicated to evil Now dedicated to God From there to the supreme court The police And there is even more than that I'll tell you more in the how-to section But number one Never despise small beginnings Number two Focus on people of influence I mean Don't just love the ones that are down and out We need to do that Their pain is real Their pain is constant But Jesus also cared for Zacchaeus He cared for Nicodemus He cared for a number of people of influence And what this story tells us is That you begin where you can And you keep moving up Until you reach the highest level My friend, Philippines is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And your nation should also undergo transformation Believe God Begin whatever you are And keep moving Until transformation has come to your nation 我们希望下一次的报道是 马来西亚怎么被神种化 感谢主 可以的 再人不能再神 凡事都能 我们有五个很重要的观念 决定 我们能不能转化城市和国家 这个观念一定要被调整 不要说你们我也不要被调整 今天吃饭的时候 牧师问我说 有没有哪一些人影响到你 在这个城市转化里面 其中 Adi Sposo也是一个很重要 他在城市的观念上做得很好 国家的转化 当然神给他的是大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跟随啊 我们可以追随 他1997年开始在菲律宾 开始他的转化工作 我是1995年提早两年来 我相信在那段时间 神从各国派人到菲律宾来 是听见的菲律宾教会的福求 只是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 第二个 我在开始讲那个典范 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 彼得卫格纳 如果你看他的书 新思维最近出来了 中文是一个黄皮的 他讲到他有将 有二三十个点是他怎么转化的 他的思维的转化 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书 他是一个被称为使徒中的使徒 我觉得他这一份对我帮助很大 第三个有一本书 叫做改编世界的家 他怎么来看待教会就在家庭 这个观念 那更早期的 从我一开始服侍神的时候 巴布威尼 魏鲍勃牧师 也叫做使徒 他建立了当天两三万间教会 我们在菲律宾最大的教会 叫Victory教会 也是他那时候团队的一个教会 还有一个教材 他的教材我很喜欢 喜欢到后来我就把他的教材 稍微改编 尽管他同意改编的 这一套 这一套 我本来带三套来 只剩下一套 我不知道谁买了 有两套 谁买了 举下手好吗 这一套放在那一个书摊的时候 有人买走了两套 举一下手 我看看是谁买走了 这边一套 教会买的 教会买的 好 这一套是用来写的 用来祷告 用来写的 那每一题都有题目 但是我今天带来的是作业版 我没有把答案本带来 现在我们是每一天写一课 一本是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有七课 那总共有25本 大概半年 因为半年是26个礼拜 可以把它写完 一般我们是透过教会来推 早期成功要牧师的时候 他在新庄定拜中心一次的买400套 全教会推 早期的时候 1995年以前 那也有很多人是100本整个教会推的 对于教会在正道上同归一 非常重要 那这本书的原作者叫Bob Winner 我很喜欢他的书 我发现我把它编出来以后呢 这个我就不讲太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呢 因为早期我从大学就开始在书房 基督教书房帮忙 我就了解到 基督教的书房里面 最不能赚钱的 常常赔钱的就是作业 见证本比较容易卖 作业本一般人家不买的 但是张茂松的教会 出了作业本出来 全台湾超过800个教会在使用 成为最畅销的 那我就把我原来的Bob Winner的教材 改编为张茂松的那个格式 哇 我也畅销到400个教会以上 我想那教会不是一套两套 一个教会至少要10套以上才算 100套的也超过大概将近10套以上 更生 更新 还气 更生 更生 更生人 更生还气 就是那个建议出来的 用我这套当作寒寿课程 用了大概至少我知道是8年以上 那一段时间有非常大的果效 那对我来讲帮助这套是什么呢 就是对神话语的认识以外 我们听到听了一辈子 80%跳不出这一套出来 那这一套里面用很多经文 来强调一个主题 是我们信主所需要明白的 那其中对我来讲的话 是很多人我很惊讶 很多人在写这一套 刚刚信耶稣写这一套的时候 就在跟我跟他的牧师反应说 我看到异象了 我开始看到异象了 所以我发现里面有一种恩膏 叫做先知性的恩膏 可能是巴布韦的本身就有先知性 也加上我写了说 也不小心把先知性的恩膏放进去了 特别是那种五点起来 祷告完一边写一边祷告的 特别容易得到这种异象 他开始看到图画 开始知道谁要对他说什么话 而且我看到有一个是 五点钟起来写过一遍的 他为你祷告的异象跟我一样 第一个图是什么第二个 也是看三个图 我在旁边跟他讲什么 几乎是我的翻版 但是无论如何 他高模会传递 透过神的话 第二个 因为巴布韦是一个非常强的使徒 我在写 在教 我在去菲律宾的 之前在台湾 我就已经教写超过16遍了 我发现每一次 我教和写的时候 我的使徒性的高模 越来越强 我举个例子 你们就可以明白 我 他一个主题讲到奉献 我就渴望把钱都掏出来奉献 他一讲到传福音 我就巴布的 我爱家爱户就传福音 他一讲到 士典充满 我就跪下来 他就挖地充满我 他那个 里面的内容 就是他带有那种 属性的那种高模的时候 会有行动性会出来 那我就想到过去 我的作业里面 有很多是属于神学家写的 神学院院长 他们很有学问 教会论 基督论 神论 什么论 哇 写出来以后呢 说老实话 帮助我很大的是 清楚那个脉络 很清楚嘛 因为他教导型的嘛 但是我的角色 是 好像小麻痹 不能抖动的 我不能说他不对 他好处的是 他的思维判断 教导方面很强 很清楚 知道真理的原则 但是他的坏处 就是没有办法行动 但是使徒性的高模的教材 在哪里呢 而且神学没那么强 但是他根据圣经 重要是写完 你很想行动 你不动也不行 你不就一个 抓抓出去出去 你溜出去 哇那种感觉 真的是你还难形容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个人 包括教会 想成为一个使徒和先知的教会 我会推荐这套教材 已经27年了 那这套教材到现在 没有打广告 没有放在书房 一样畅销 现在我们用网路 微信跟9 全力在推 本来如果你们有个人买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们没有答案 我每一天会公布一课的答案 那会有一群人 大概30个到50个人 他们会一起写 那每个人写完 就会分享他的感受 你们也可以加入 那一个group 然后让你们知道 答案写对写错 知道你能够分享给别人 别人的分享 你也可以看到 就一起成长 这是我说 如果你没有买 不要紧 教会买了 希望能看能用 那一般我们就从 牧师会带着核心同工 主要同工先写 写完以后 小组长先写 写完以后 换主缘写 由组长 组长小组长写的时候 由牧师帮你们改周业 然后主缘写的时候 小组长帮你们改周业 那一代一代就起来了 教会如果对神的话 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我们会成长 而且这个是很扎实的教材 如果你一生 能够把一个好的教材 写过多写几遍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这一生没有白活的 这一位 为什么写一言根基呢 因为是你有一句话说 根基若毁坏 一言还能做什么 这一套有点重 所以我带的不多 那 我在介绍我一些书 现在没几本 听说还有一些要预约的 吃果 礼拜二要来 不晓得帮我来 帮我拿来的话 不晓得可以送到给你们教会 所以我也不敢收你们的钱 收了万一没有拿给你们怎么办 这两天的课程 我已经介绍过 再稍微提一下 你们希望 很多人回应 礼拜四的操练 这本书一定要看 每一张都有讨论题目 不但看 有很多教会 包括小组 他们是每一个礼拜 看一课 一张 然后一起操练 一起讨论 效果很好 不要只有读 要讨论 要操练 这本书可以成为你们的一个指导的书 那这个是先知启示 说方言 翻方言 看一项 做一梦 做一梦 然后聆听神的声音 然后翻方言 说预言 都在这本书里面 我福音派 圣经人出来 好处的是 根基圣经 对 我是又是实践的 可以用出来了 这是这本书的特点 这本书呢 就是要认识教会 神国家里 使徒先知 国度 神的国度 然后怎么样进入家里的生养 家里的生养 神国里面的圣土相通 国度的翻转 神国的翻转为主 然后再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更新上 以这四个原则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我们看到这四个原则 在许多圣经里面 不断的出现 然后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 让我们在他的心意里面有份 有人买 我恩赐学还有多一本 这边还有两本 恩赐学 就是你要发展的恩赐 我发现以前 我们以前写恩赐学 要大家记得恩赐 就是题目有125题 250题 370题 写完告诉你 你最高分的是几分 第一高的是使徒 第二高的是先知 第三高的是教师 那你怎么来的 你不知道 怎么会有这种答案 我也不清楚 这里透过五个问卷 告诉你 你答案怎么来了 一个透过你的侍奉 一个透过你的性格 一个透过你内在的渴望 一个透过别人的观察 第五个 透过预言跟恩高 这五个交叉比对 因为五个里面 某一部分比较高 某一部分比较低 这一部分比较高 我们就可以来分析 所以最重要 上这个演习会 就是你最后 你写完的时候 我帮你用 十分钟帮你分析 你为什么这个会比较高 为什么这个比较低 你未来三年要发展 怎么发展 这个要有点经验 这个课程 我已经开过 五十次以上的演习会了 所以当然 我也希望培训 更多的人起来 用在教会 很多教会有资料库 叫N次资料库 27种N次 最高的都排出来 每一个人写最高 然后今天我们要传无音 我们就把传无音最高的人 怎么拉出来 给他们训练 给他们裁判 去传无音 按着你的恩赐来做 有些人是 限制性很高的 都排到前三名的 这边有可能 我们这里面 有一百个人 里面有十个人 特别高的 以后限制性 配信都派他们去 然后服事也派他们 我们充分按照 他们的恩赐来发展 当然还有使徒 教师 传无音的 牧羊的 我们都可以按照 恩赐来发展 成全信徒 各尽其职 透过什么 你的恩赐 所以如果教会能够 每一个人都写过 包括以后加入的人 超过三个月半年的 我们也叫他写 我们就完整了 整个教会的恩赐库 那彼此来交流 应用 如果我们服务有十个教会 每一个都跟恩赐库 彼此交流 一个教会 我们教会有十个限制性的 十个教会有一百个人 以后我们开限制性培训 就请这一百个 前三名 限制把他最高的 放在那边 所以这个培训当中 我们一般都会有 恩高 育言 还有最后的 五重之分的高盟 这个是 自己写可以达到六七成 那如果经过培训来做 可以达到八九成以上 这个效果不一样 这个也有我 用一年十天的课程 讲出来的讲义也在后面 这个不但有问卷 还有讲义 那这一本是门庆密集 也是我的意向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不管讲神国家里 使徒先知 都跟从门徒起步 没有门徒 就没有我今天 所要讲的一切 也没有我们信仰里面 要讲的一切 耶稣来到世上 只做一件事情 他来到世上 花了三十年的预备 他用三年来传婚 他最重要的事 是带一批门徒出来 那个门徒通通成为使徒 我把它称为使徒的学校 这个使徒学校 影响到现在两千年 这个影响力还没有停止下来 旧约开了很多先知学校 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你看沙穆尔那些又 那些先知学校 扫楼在那边讲个方言 赤身路体讲个方言 回来以后还是一样老样子 我不是说那个改变没有效 而是有限 但是耶稣带出来 虽然那些使徒 也有争水为大的 也有吵吵闹闹的 也有否认耶稣的 甚至还有要卖耶稣的 但是这十二个人 通通翻转了这个世代 到现在 基督的信仰还可以留下到现在 那十二个人很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 犹大是被卖掉 后来神要补人进来 我表达个点 就是使徒信念是教会唯一的路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先知学校 可以 如果你要开先知学校 你要有更强的使徒学校来遮盖 如果你是一个先知 你需要更大的使徒 来遮盖这个先知 好叫我们在五重之分里面 能够往前 所以门讯让你进入神的国度 门讯让你生养水而里 门讯做门徒 让你进入先知性的奥秘 天国的奥秘 做门徒让你进入使徒里面 这本书 那当然我还有其他的书 其他的书 那我这样有一本书 花了两年都还没写出来 因为太忙了 有个神果降临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尽快出来 再拖下去的话 就实在是不是新闻 变成旧闻了 有个负担 好像我在这一部分 我跟他要写得更清楚 那也为我祷告 让我能够尽快的完成 我希望看年底以前能不能完成 少出来一个月我就可能可以完成了 因为我现在每个月都去不同国家 每一年都每一个月 我一年有五个月在菲律宾 大概七个月在不同的国家 那也需要体力 那也感谢我的太太 师母她们陪伴着我 帮助我 那因为孩子也长大了 那在菲律宾的教会 我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 装备的阶段 那让各教会牧者去做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顺便也把这个书介绍一下 那好 那我今天要讲到五样转化的一个观念 我希望时间够我讲 那我第一个要表达的点 我们要看大使命里面怎么学 我们还记不记得 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是怎么说的 所以你们要去使谁 做主的门徒啊 使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这个阶段里面 使徒运动里面很重要观念 使万民 这个万民是people 这个也可以换成nation 所以可以换成 使万民 万族 万帮 万国 列国 成为怎么样 主的门徒 这个观念里面 我们过去观念是从一对一 我们过去观念是从教会的小组 教会的堂会里面的门徒开始带 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 门训 内国 慢慢听我讲啊 门训 内国 你要使谁当你的门徒呢 整个 城市国家 整个万国万邦成为主的门徒 那个 门训 内国的观念就是说 门徒训练 什么叫门训 门训是使人成为主的门徒 什么叫主的门徒 就让他们跟随耶稣嘛 让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样式嘛 不是少数人 是整个国家成为主的门徒 成为整个世界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要先 先去认识一种观念叫 门训 内国 这个东西 要转哦 我举个例子来讲 当我要来带门徒的时候 我不要去想说我要带个十二个门徒 我第一个 耶稣带十二个门徒 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 去使万民万主来翻转过来 他们的实行就叫整个以色列 耶稣带他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他的心中在想的是 整个全世界被翻转过来 所以你的门训里面 必须要门训的是列国门训 让各国 各城 各邦 各族都被神来门训 让他们整个被转化 所以我们门训的观念 要有一点 更广一点 从卫士尼汉讲的 世界是我的牧区 全世界就是我的牧区 你必须要有这种看见 你才能够做门徒训练 因为耶稣的训练 就是直到地级的训练 耶稣不是把他们训练成 只有少数人 少数人在那边 玩一种宗教性的游戏的训练 他是整个转化 全世界的一种 一种训练 叫做门训 所以 气使万国成为主的门徒 气使万主 万民万帮成为主的门徒 是你我第一个 要是了解的 大使命的定义 如果一个教会 没有列国 列邦 列祖 都成为主的门徒 这个教会 讲起来 有点不及格 不是大使命 里面神的原来的心意 这边这是我们的周期 抱歉 我刚刚 上一堂讲错了 你讲的也对 我们十四个周 这两个旗 一个是 所以我刚刚跟你道歉 我刚刚因为认识不清 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地方 我不了解了 跟你们请假 那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去过的国家 菲律宾短线后 我们菲律宾国旗拿上去 去台湾短线 台湾国旗拿上去 我们有周期 也有国旗 叫我们 被更多的被扩展开来 扩展开来 因为列国不代表一个国家 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别人帮助我们 我们都一起成长 所以感谢主 第一个观念 门序是列国 列邦列祖 第二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 第二个观念里面 整个翻转城市里面 有三大动脉 一个主动脉 三大关键点在哪里呢 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商场 慢慢地想一块 七座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 是翻转最快的 一个是政治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商场 就是经济的部分 你慢慢想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看的那个菲律宾的转化 市长办公室 这个是政治啊 台东也是政治啊 一个人改 全部改啊 当约瑟当宰相 但但于你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时候 这个国家会被改变 当以色列站出来的时候 整个全世界 在那个帝国的统治之下 就犹太人蒙拯救 他具有一个策略性 尼西米尔经过国王那边同意 他来重建 耶路撒冷了 所以在政治的灵力里面 我们要求神 新奇 阿浩这种人出来 都在慕斯坦的国家 我们需要 不要怕 你可能就是这个人 你一定有这样影响力的 你不能的话 你也要祝福求神祷告 给这样的人出来 我们一定要在政治上 带有这个山头 带有影响力 你要出来 华人最大的 最大的难处或弱点就是 我们在政治上过去 就是不敢碰的 这个我们政治都被人拿拿走了 我们人数本来也不少的人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不要紧 我们既然这样子 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这一块不缺席 我们当中有一些 在政治上有特别头脑的 我们主力他 指他去竞选 我们指使他们 祷告 祷告 台湾有一个团体 SOFA团体 他们就是专门帮助 里长跟县长 市长 去当县的 去当基督徒去选举的 在四年前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这个团队 他们团队只有三个人而已 刚信主不到三年 他推动全国心的 政治上的山头 台湾现在 很有名的 这是接近耶稣亚 153 邮轮绕台湾的 就是他来主办的 他们的机构三个人 他跟带他信主 那一位老师 还要先生 对他三个人 但是他们敢办全国心的大活动 这次这些逃船 1500个人 是台币3000万 全部全部省来供应 你能做多少事呢 一个刚信主 三年 四年 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信主都超过三年了 可以的 只要你认为 你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跟风险 好 所以政治 教育 台湾的观念 就是性贫的观念 同性的观念 从幼稚人开始教了 他们已经渗透台湾 超过20年了 所以在台湾 我们的教育里面 都是这种东西 人家早就埋伏在里面 一二十年了 查看看你们的课本 而且我们回家国家好一点 但是我要表达一个点 这种观念在华人的报纸 在马来西亚 一样在传 这是教育 文字的教育 报纸 在渗透的每个人的思维 菲律宾是透过电视的 这是那种 你扮 男扮你装的那种方式 这种统化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们透过媒体 透过教育 透过文字 透过影音 开始在转化 这种观念 所以我们基督徒 要得着媒体 我们要透过艺术 媒体 教育 去改变人的心 那是潜移默化的 所以12月9号的 那个媒体要来听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 教育的一环 社会教育的一环 所以我们要求神 包括我们为什么要用影片 遇见的影片 这也是要用一种媒体 来宣扬福音 所以第二个影响力 很大的就是经过 有人说台湾啊 的赌啊 台赌的思维啊 是自然赌 为什么叫自然赌 你只要没有去想 你跟着台湾的小学 中学大学这样起来 你就去台赌 为什么 台湾的中国历史 是外国史 从神这边以后 改为外国史 我们以前赌的时候 还是中国史 以前我们的学校标语 是礼意连词 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现在的孩子教育 不是这样子 中国是外国 外国史的里面 这种就是教育的问题 教育改变你的思维 改变你的观念 一年不改 两年不改 三年不改 我十年把你改过来 菲律宾最大的教会 都是教会学校 就是华人很难信主 我办小学 我办中学 我办大学 你从幼稚园进来 到你中学毕业 大学毕业 你进基督徒 你基督徒的话 全家变基督徒 所以我看到 超过大概一千人教会的 都是从办学校开始的 教育转化 第三个 钱 现在全世界 你没钱就不能讲话 今天中国能够发展那么快 而且他们人文素质 还没那么快 但是他们的 哇高铁 你看像蜘蛛网一样 你看他的微信 哪一个手机 跟微信都可以付 微信最高可以付到60万 人民币 用手机这样 一下就出去了 水电瓦斯 什么样的什么 加值那个什么 新卡 那个统统用微信 按几个键 支付宝就出去了 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的问题 他经济嘛 他等来没钱 他就说你们来做生意 来做生意 等到我学会你的技术 你们可以走了 换我们自己来做了 高铁也学日本的 学法国的 学一些国家 就到后来他进来 高铁外销 他还有像那个 U-Buy 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包括阿里巴巴 他还有很多地方 包括造桥造路 他开始成为一个 一带一路 开始走出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 是经济 你掌握经济 你就能够转化这个时代 华人说 有钱都是老大 所以我现在讲的 不是讲世界上的事 因为神也透过财物 来转化 当年约瑟 如果没有透过七个丰年 他怎么样来完成 七个方年的工作 丰年 就是把多余的穀物 累积起来 等到你没 方年的时候 你没食物吃了 来 你的土地卖给我 你的产业卖给我 通通卖给我 通通归给谁 归给法老 全国包括周围的土地 全部归给法老 这个国家 是唯一的国家 这个是透过七个丰年 跟七个方年 是跟经济有关的 今天基督徒 要为耶稣赚钱 为耶稣奉献 为耶稣的 这个赚 赚来的钱 来成就神的国度 你现在叫一个人 做义工 几个人愿意做 你说给你薪水 一个月三千 马币 他就乖乖的给你做 叫他信耶稣 他都信耶稣 信耶稣 再加一千给你 马上信耶稣 我们有很多的学校 很多的 家台湾 我在这七八年前 我开始推动 家职场教会 在职场里面 在推动里面 大概有十个职场 他们被转化 现在有一个是 当地最好的 亲子教育 一个是台湾 很有名的 袜子大王 都是过去 欠债超过一亿台币的 现在都被什么 搬走过来 是我讲的 是我直接带的 我要把那个点 商场你不能得着 商场是一个关键 这政治 还有教育 还有商场 其中的主动卖 经济 今天教会 不能 措施的一个工作 就是职场 职场 职场 这个策略 一定要活化起来 因为我们每个人 要有工作 哪一个人没有职业的 当老师的 当工人的 当司机的也好 当老板的也好 我们台湾 华人最会赚钱的 我们这一些 所以我们如果 如果把这个财务 和经济 和生意 能够来归属 都用 今天的马来西亚 不一样 华人在菲律宾也一样 马来西亚印尼一样 都是很重要的 经济的 经济的来源 今天政府还会 想要巴结我们 是我们华人有钱 今天华人如果 比印度也更穷的话 谁巴结你 宗教上也比不一样 人家种族也不会 政治也没有 钱也没有 人家根本不理你 所以我们这个钱 怎么要用在 神国的里面 所以我们要记得 七座山的领域里面 其中最重要的是 政治 教育 跟商场 其中主动卖 是经济 就是商场 第三个 万民皆技师 不要认为 认为只有 牧师可以跟你们讲预言 虽然他很乐意 跟你们讲预言 但他等候你们 更成熟 以后我们当中 有全能师傲团队 有预言先知团队 他只是起个头 就像我们早上讲的 彼得先领受以后 他渴望是 你们 从你变成你们 但是牧师也站出来 让你们知道 我们的教会 是能讲预言的教会 我相信牧师不会说 永远都他一个人讲 你们都不要讲 我相信他不是这个意思 不然他就不会请我来 他就不会允许 我要你们操练 那么瘦方言翻方言 如果要操练的话 他说 不能只能被人翻 只有我来翻 因为他渴望做一个榜样 当然 当然 宣誓心理跟权柄有关系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再思考 但是我要表达个点 就是说 万民皆祭师 那还有一个观念很重要 这个句话 万民皆祭师 我们都听太多了 其中有个句话 我比较没有听过 工作就是敬拜 我们他那以为 我们的敬拜神是唱歌 唱歌也是敬拜 但是在圣经啊 旧约到新约里面 讲到敬拜神啊 敬拜跟侍奉两个有关联 讲到敬拜神 侍奉神最主要的主流 是工作 我问一个问题 亚当怎么样敬拜神 以圣经的记录里面 他看守修理伊甸园 就是敬拜 就是工作 侍奉 他为动物起云子 就在侍奉神 他管理天上的鱼 海边 天上的不是鱼 天上的鸟 海里的鱼 地上的走兽 一神托乎他这样做 他就在敬拜神 在侍奉神 你要抓到这个原则 抓不到的话 那我问一下 约瑟怎么会被神大大兴起 他的侍奉和敬拜是什么 这个做波提花 家中的 他不是主人 他做到一个地步 主人直接吃饭 什么都不懂 只差老婆 没有给他而已 但是老婆自己头来送抱 害了他后来又下第一 不是第一 监狱 那至于毕业上 他叫 他是懂得分析的人 他很清楚 他是要敬拜神的 但我要表达一个点 就是说 他能够到一个地步 我管你比你主人管还好 你主人管一个月只赚个十万马币 我帮你管赚一百万马币回来 你这种人你要不要 当然要 被关到建议里面去的时候 那个典议长是管建议的管不了 哇 这边管 这边开始吵 管这边这边吵 哇 他管建议管的 焦头烂额 结果 那个约瑟来 一管 大家都听他的 荣耀归给点议长 但是呢 吃骨耐劳的 我来做 你做得比点议长好 点议长 干脆把要求交给他了 你来管 所以基本上 我们要做到一个地步 老板对你放心 你做得比老板更好 你不需要跟老板争什么 弟兄姐妹妹要明白 约瑟能够变宰相 是因为他在波提法 在监狱里面 他以工作来侍奉神 等到他当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的时候 他一样用工作来侍奉神 他把整个埃及管理得好好的 好到一个地步 华老 赞赞赞 他们的信仰不同 他们一样喊赞 赞的话 连全家70个人过来 全部帮你们在割山地 帮你们居住 发展到200万人 60万大军 我要表达个点 到底耶稣做了什么 从事业的眼光来看 他就在工作 做到最好 最优秀 最专业 没有人比他更好 因为他有上头的智慧在当中 丢点慢慢 把你的工作做好 不要 有很多老板 基屋徒老板不敢请基屋徒 请位基屋徒还很听话 请基屋徒来了 老板你自己有没有好榜样 老板就说今天我要零修 今天我要去他特会 老的老板都不用想请基屋徒 我不是说特会培训不重要 而是说你的见证更重要 你工作帮老板赚钱更重要 你如果今天要讲见证 像我以前帮助一个同工 在他的保险公司里面 开一个团契 他因为经位神的缘故 每一个月 月绩都是前三名 他一讲 人家看到他都说 哈利路亚 你们哈利路亚很有用 你们阿们很有用 都是全公司五六四个人 前三名都是你 他说 因为耶稣帮助我 我们有个团契 你要不要来 他们都愿意来 你要不要看看 这位可以帮 这位哈利路亚的耶稣 跟阿们的耶稣 怎么样帮你赚钱 因为对世人来讲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他的现实是 你能赚钱就是 你没上帝就有效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的工作的见证 很重要 如果我们先工作 如果你是一个工作的人 同样我们做牧师团道 前一团团道 也要在这个师父里面 零一里面 全其的投入 所以你要认识一个点 就像刚刚我们看的影片 你做市长 县长 你也是在工作里面 荣耀神 把这个收入 本来一个月9亿 也变成27亿 上次我们看过了 把教会 这个Bananake城市 本来是欠债9亿 到现在不但没有欠债 还多出来 因为世人要看的是这个 我的工作就是侍奉 再来这是第三个观念 第四个观念 第四个观念 天国的钥匙 我们今天讲过了 天国的钥匙要交给我们 请问一下 天国的钥匙 是要做什么用的 你希望不希望 上帝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要不要 天国的钥匙要做什么 来开启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心 灵修 第一个他最喜欢开的钥匙 是要开我们的心 你知道那个钥匙是多数 复数 一把钥匙 一串钥匙 这个钥匙 第一排要负责回答 那个钥匙 上帝给我们要做什么用的 钥匙就是权柄匙 要做什么用的 就是要 那来做什么用的 治理 治理是吗 你要让自己 让欣赏用 就 治理神的国 什么治理 好 我们要请先回答到这边 你们要留看到上下文 以前我承认我 看到天国的钥匙 天国的钥匙 一定是开天国的 开天国的门 把天国的一些宝贝都拿过来 才有用 天国的一些黄金街 从B一层就进来 把天国的好东西都拿过来 开那个门 好像宝库一样 一开 都来了 都来了 我以前是这样认为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因为上下文不是这样讲的 上下文是怎么说呢 他说 早上有来主日人 就比较明白 他说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 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它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为什么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教会 因为神已经把钥匙交给教会 这个门能开能关 是靠什么 钥匙 今天阴间的门 本来是关住了 很多人心是被撒旦的前世所关住了 那个门要打开 靠天国的钥匙 因为天国有权柄 刚刚有讲过了 开哪里的门 开地狱的门 开阴间的门 你知道吗 不要只有开 开新门也不错 但是最重要是开撒旦的门 你看上下文 前面就说教会 教会要来胜过阴间的门 权柄言文是门 门的时候需要什么 开呢 怎么胜过 胜过就要开 就好像城门要打开 得着仇底的城门 得胜是这样子 得着抽底的城门 怎么样 让你的门能开 那门怎么能开呢 用天国的钥匙来打开 我们请问你们 胡荣有没有哪一个地方 是属于撒旦权势还控制的地方 有吗 这是信仰的 进不去的地方 有吗 应该有 牧师说有 你们相信有吗 那我们整个 整个吉隆坡有吗 整个马来西亚有吗 神说我把 天国的钥匙 全秉赶给你 有一串钥匙 有上面开经济的门 有开宗教性的门 有开那个苦毒的门 有开那个贪婪的门 有开那个教育的门 家庭的门 有开那个娱乐媒体的门 整个一个一个打开 我的荣耀的光要进来 光一进来 我问一个问题 这个房间假设 一千万年都是黑暗的 一千万年都是黑暗的 请问光来到的时候 它还有没有黑暗 不管这个黑暗有多久 光只要一进来 黑暗就不见了 因为光不会就 走到这边 停到这边 这边完全黑 这边完全亮 这边没有墙壁 不会中间停下来 不会吧 有光这边就逃过来了 在光的面前 黑暗永远站不住 为什么现在还有黑暗 因为光没有进去 因为我们允许坚固的盈雷 黑暗继续存在 因为当中没有见证人 把光带进去 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是 每一个人要领受 天国的钥匙 一串 然后问问上帝 在我的生命 在我的家庭 在我的职场 在我所在的社区和国家 还有哪些地方 继续吸毒 嗑药 哪个地方继续贿赂 贪污 哪个地方 用那个残暴的手段 来控制的 主 你让我这把钥匙打开来 一把钥匙 一把钥匙打开来 让黑暗 不再被关闭 不再把黑暗 关闭在那个门里面 把门打开 让人的荣耀光进来的时候 黑暗就离开 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 你们坐在黑暗 这处的人有福了 因为有大光 要照耀在你们当中 因为耶稣来就是光 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反正跟从我的人 就不在黑暗当中走 用这面门 神把钥匙交给我们 这个钥匙要记得 开阴间的门 不要老是想 天国的那个黄金街 要偷装坏 不要再这样想 神把全部都给你了 把他的爱子的生命 都给我们了 他不怕给你的 他要的是你去执行任务 最后 第五样 破除贫穷的灵 你知道啊 我们今天很多人贫穷 我知道不一定是坏的 不一定是说做错 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也是贫穷的 因为他大环境是贫穷 或是他安居乐业 他更专注在神果性上 他觉得 有义有食就当蜘蛛 他也没有很有钱 但是他也不是乞丐 神就供应他 我们承认不一定说有钱 才是蒙神祝福 没有钱就不是蒙神祝福 但是有一些贫穷 是从咒诅来的 有些贫穷 我们称为系统性的贫穷 我这次不是住在天台的家吗 他告诉我 他以前啊 头脑也是很聪明的人 他的工作做过42种工作啊 41还是42 42 41 因为我这个 我听到40几公司 哇这个也做 那个也撈 这个都 一样钱都没有存下来 他现在能够存下来 还可以买一个房子 还可以借贷人 我跟你讲 信了耶稣以后 从业务员开始做 老老实实的做 神就祝福他 今天不是你靠你聪明 不是靠马的力大 不是靠你的兵有多少 你不再震到了你一面 怎么赚来 怎么不见 甚至你连命都要赔上 连关系都要赔上 连尊荣都要赔上 今天在耶稣基督里 这一个贫穷 因为错误的思维 错误的观念 骄傲的心态 当他被打破以后 整个贫穷就被挪去了 祝福就来了 这个是可以验证的 我们当中就有见证人 我想不止一个 我想有更多的人 是这样的见证 所以我要表达它是说 从罪来的 从撒旦来的 从世界来的 把你搞垮 搞到后来 全世界的 全都利益的 但是赔上了你的生命 从情欲来的 搞得家破人亡 通通都是带来贫穷的 不管是心灵贫穷 肉体贫穷 信仰贫穷 财务贫穷 但是今天神要恢复我们 成为富足 从灵性的富足开始 健康的身体开始 和乐的家庭开始 日后你愿意的话 神也应该把财富给你 神要恢复我们的财富 所以基本上来讲 当然我刚刚说过了 它不是唯一的指标 但是可以有相对性的指标 就是所谓 破除从撒旦 罪恶而来的 那一种贫穷 从当中解除 这个问题 就像台东 台东用在正确的方式上的时候 有一个基督徒为了要 台东的县长 要为这个城市来效率的时候 我们看见 整个城市被富足了 所以破除贫穷的根源 包括喝酒是文化 就是带来死亡 带来贫穷 带来没有尊严 他说我们要戒毒 不戒毒 戒酒 整个都反过来了 所以去分辨 一般性的贫穷跟系统性 都是撒旦有计划的 在我们当中做践踏 杀害 毁坏 偷窃的那种东西 把他弄掉 这个部分你要去察觉 这是五个点 破除让系统性的贫穷 我们换个影片 换完我们要结束了 我们看那个五个典范 先给你们做个复习 我刚刚讲的 就在这五个典范里面 我们有一个翻转 教会要有这五个观念 教会有这五个观念 今天城市可以翻转过来 教会面这五个观念 还不过来 真的还不过来 我们就塞死在这个 礼拜堂里面就好了 这个我不多讲 我要表达点 我们不是没有能力 能力是被限制住 能力要成为无可限量的 这个五个点很重要 欢迎大家�生 欢迎来认为 الع节目 欢迎光 不过来 这个 DVD 是 我会说 最后一面的故事 我会说 我会讨厌理 几个问题 最重要的 财励 用的 我会讨厌 我会提供一些推荐的推荐 我会提供一些推荐的推荐 但我会提供一下 我会提供五个企业 企业的推荐 你看,无论这些企业 无论这些企业 所以它很重要 这些企业 保持这些企业 在各种情况下 因为企业的企业 企业的企业 企业的企业 企业企业 它们只提供它们的焦点 但它们一直都在前面 现在我们看它和 clarity 你会看到这些企业 企业企业 你会看到这些企业 企业企业 这些企业企业 这些企业企业 全球都在社会上的影响 所以,以后,我们是变成了一种信息的信息 我们是变成了一种信息的信息 而不是所有人的信息 在 Matthew 28的信息 当中的联系的信息是被我们的神经 他说,去祖父母 而成了一种信息的信息 教他们他们的信息 而祂是把人的媒体 你看这就是很迷茫 我们 tend着想和说 这就是只说要与人们 但不 改天眼睛我的朋友 你叫我叫 去参加全国的媒体 第二个 就是这个口子 是在心里的媒体 已经被称为 但现在必须被改变 但这意义,根据简单如 Luke 19.10 是因为耶稣不死只为人们 他死了为世界 世界装成为国家 国家装成为城市和区域 中心这些城市和区域是市场 而在《Anointed for Business》我的书词 我解释了,在《Marketplace》里的经济 是商业,教育和政府 这些是三个鸟里的经济 通过这些生活的城市 所以这些计划是 耶稣已经赔了价格 为《Marketplace》 是中心的城市 和国家装成为了解释 这些价格是赔的 现在我们必须去改变 现在我们必须去改变 这带我们到 Paradigm No.3 每个基础是一教育 和联益是教育 您看 甚至是不认识 那一教育的教育 会不会教育 所以如果我们 全都是教育 你必须教育 是教育的 但是音乐 我们通常的 优优 优优优独播剧 是唯一 只是一种 词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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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is a paraphrase of Matthew chapter 16 verse 18 we have two pictures there the church and the kingdom and Jesus is I would not say protective but he established clear boundaries he says it's my church and I'll build it I mean I can almost imagine the implication get off the property my church I'll build it however I'm giving you the keys to the kingdom and now connect keys to gates the gates of Hades for the power of the devil is entrenched lock and unlock bind and release so that our call our primary objective is not to build the church Jesus does that our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take the kingdom of God where the gates of Hades are to watch them crumble captives set free cities and nations reclaim and the church built by the Lord Jesus himself before I move on to the fifth paradigm let me do a quick recap of this four you see our call to disciple nations not just individuals is connected to the second one we can reclaim those natio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redeemed that means that the same blood that washed your sins have made provision for a hotel a corporation school campus a city to be reclaimed then add to that being a minister your labor is the premier expression of worship which means that if a teenager is flipping a hamburger unto the glory of God in a hamburger joint or a taxi driver is driving a taxi unto the glory of God or a maid is making a bed unto the glory of God or a CEO closing a deal unto the glory of God you have worship going on all over the city 24-7 and that makes possible to take the kingdom of God where the devil is entrenched and you know what? it's never a match never a contest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when God shows up through the church the devil turns tail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we are called to disciple nation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redeemed that our labor is the premier expression of worship and that when we do everything we do unto the glory of God we are taking the kingdom of God where the gates of haters are and that kingdom of evil begins to crumble with that as our background we move to the faith paradigm that is perhaps the most radical of all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this is this nation transformation must be tangible and the premier social indicator is the elimination of systemic poverty let me review this very, very quickly you see it's of no use to say that the nation has been transformed unless we can demonstrate that's why I use the word tangible and then I say that the premier social indicator I use the word social intentionally because it has to be something that is verifiable that can be documented I'm not talking about how many hours people are praying how many sins were forgiven as wonderful as that is I'm talking about what has changed in the city in the nation and then I don't talk about poverty in general but systemic power I think there is enough biblical basis to realize that we will have poor people among them at all times even our Lord Jesus intimated that because poverty has many roots if you're lazy you're going to end up poor if you don't honor your parents you will not prosper if you don't honor God you will not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overcome that but I'm talking about that system of poverty demonic in nature and implementation that enslaves people and steals from them their daily bread when you go to our website you will get the expanded version for all the biblical reasons behind this but let me say very very quickly that this is a very central thing in the Bible because when sin entered creation in the garden poverty was the first social manifestation the ground ceased to produce fruit and now Adam was confronted with a sign thorns that reminded him that he could only get the fruit in exchange for the sweat on his brow however when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he wore a crown of thorns on his brow to remind us that he has redeemed us from the curse of systemic poverty furthermore the first words that he spoke in Luke chapter 4 right after being baptized w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he has anointed me to give good news to the poor and my friend good news to the poor is not just that they are going to heaven good news to the poor is that they will be delivered from the curse of poverty when you go to Acts chapter 4 you get a snapshot of the church brand new church just a few days old and we read there there was no needy poor person among them furthermore you go to Acts 19 and Paul is writing actually Acts chapter 20 Paul is telling Paul is telling the elders in the region of Asia how that transformation came about and he says I show you that in everything by working hard you must help the needy and remember the words of our Lord who said it is better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look how central was to Paul thinking taking care of the needy so much so that when he reports on his visit to Jerusalem to the Galatians chapter 2 verse 11 he says when my credentials as an apostle were examined only one requirement was put before me that I take care of the needy the poor something that I was eager to do these are the five paradigms that I'm talking about paradigm number one we are called to disciple nations not just individuals paradigm number two the marketplace which is the heart of the nation has been redeemed and now needs to be reclaimed paradigm number three every Christian is a minister and labor is worship paradigm number four we are called to take the kingdom of God to where the gates of hell are for Jesus to build his church and paradigm number five nation transformation must be tangible and the premier social indicator is the elimination of systemic poverty because these paradigms are so crucial to the how to section and also for you to implement these principles in your sphere of influence I encourage you to go to our website to get our white paper on the scriptural basis for each one of these paradigms and I encourage you to embrace them with that as our background we now move on to the story behind the story thank you for the time 过得真快 我们两次的培训 已经到了一个 但是我还是最后 我还是要呼召 呼召 我们这个课程 最后的呼召 就是说 主的话说 整个全世界 当他在定十字架的时候 他已经买书 他的保险已经买书 全世界归属于他 他已经买书 所有人类归属于他 这个他说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商场 我们的家 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因为耶稣一用保险 把他买回来了 我们只要负责宣告 去把他拿回来 有点像说 神说迦南地 已经给以色列百姓了 你们只要负责进去 拿回来就好了 对 还没有拿到 但是神说 我已经划定那个区域给你 如同神对大卫说 我已经把以色列国 我已经高谋你 以色列国是你的 虽然少了来挣扎 挣扎要来杀害他 最后还是他的 因为神在灵里面 戏里面已经买回来了 等着你去拿 这过程当中可能有争战 但是神说 属他的人一定得胜 使徒生日怎么样呢 生日就是听见神的声音 使徒都是执行 收回的任务 因为耶稣已经买回来了 把谁收回来 把你个人生意收回来 家庭收回来 你的社区收回来 你的城市收回来 把这个国家收回来 因为这是属神的 只是暂时被迦然人所占据的 我们要宣告他们离开 宣告这块土地 是神的土地 是神奔北为圣的 我们如果哪些人愿意说 我愿意学习听见神的声音 我愿意奉猜权 领受神给我的权柄 那一串钥匙 我是愿意打开那第一的门 哪里有第一的门 我愿意带着神的权柄 打开 以至于地上捆绑 天上捆绑 地上释放 天上释放 主赐给我勇敢 赐给我们勇气 让我的一生命 为你的国 打那美好的仗 怎么打 收回来 光复回来 让所有的百姓 让所有的产业 让所有的系统 统统变成上帝了 那你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因为神不会量过 超过你能做的 就在你的版本里面 在一个整体教会的策略 在整个城市的策略里面 我们一起往前 如果你愿意 到前面 你说主 我活着 不要当肉鸡 我活着要成为战士勇士 主啊 把天国的钥匙给我 主啊 让我去收回 所有 你已经买属回来的 所有的列国 列邦 所有的百姓 万民 因为这是属上帝的百姓 你们最重要不是 我为你们讲到什么 也不是为你们 磨多少油 最重要是你们的决心 你们跨出来 就是在神面前 祂的宝座面前说 主 我立定这样的心志 主啊 我立定这样的心志 我立定这样的心志 主啊 请你成全我 请你拆遣我 今天是一个拆遣 今天是一个拆遣 阿里路亚 恳求主 在今天拆遣我们 进入我们所在的地方 看到神的国 神的光 照耀在黑暗之处 以至于我们看到 看到 所属这块土地的百姓 都归向神 主啊 我们承认自己不足 承认我们自己不够 但是主啊 带着你的大能 带着你给我们的信心 带着你给我们的应许 主啊 这事必然成就 我们要宣告 我们是属基督 我们宣告我们的家属基督 宣告我们的职场属基督 宣告我们的芙蓉 和我们的州 全然属基督 宣告我们的国家属基督 主啊 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都属于你的 因为你要掌权作王 你的国度要直到永永远远 阿里路亚 主啊 再一次的高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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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up 阿里路亚 采遣 你让我们有机会 再一次听见 主啊 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主啊 你的教会都要来聆听 你所说的话 主啊 是你要对众教会说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以至于我们都在 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得胜者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爱这个教会 你爱这里的众百姓 主啊 你爱这里的同工 牧者传道们 主啊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主啊 我愿你做事 主啊 你做事 主啊 你从过去 现在 未来 你都做事 我愿你继续在我们当中 做运转的工作 听我们的祈求 奉耶稣 基督的生命 阿们 感谢主 谢谢主 掌声归给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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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好 我们要结束了 大家请坐 感谢神 我们首先要谢谢我们的陈牧师 为我们这几天当中 分享那么重要的信息 弟兄姐妹 这不是一般的培训 是在另听来是学习 听神对我们教会说的话 多少人 这几天当中 神有对你说话了 把手回一下 神有对你说话了 知道神在 预备你心 所以 这几天当中 不但是讲到恩赐 讲到这个服事 讲到这个呢 如何呢 进入职场 如何呢 去做成神的工作 所以我本身就觉得 一个东西要做的 就是什么呢 可以吗 大家请坐下 请坐下 我们呢 之后要几样做 这个很重要 我不知道 听了一场非常棒的信息 我听了几场的信息之后呢 我非常兴奋 就回去 那么几天就忘记了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我在第二个东西 我们做的就是个人方面 你一定要回去 个人学习 聆听神 一起做聆听神 然后记得 我们人很上望的人 记得这三个字叫 抄下来 我写下来 Amen 所以要回去 一杯一个布置 把每天 神对说的话 写下来 我抄下来 可能一段的经文 可能是一个感动 把它抄下来 把它写下来 就好了 可以吗 一起说 写下来 我们人很上望 所以你看这几天当中 我都写了很多东西 就要不要 免得我忘记 第二件事情 除了我们个人 在聆听神 灵修 祷告之外呢 属联操练之外 一定要学习 跟弟兄姐妹一起 联合起来 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呢 我们要修补 修补过去 我们曾经建立个集团 我们建立个我们 个人的集团 家庭集团 我们的教会集团 城市集团 我要修补 是因为有坏了 就要修 就要补了 你说你今天 已经好久好久 我说很少很少 我去世了好多次的 这个 城庚祷告会 或是家庭集团 可能就是呢 我最近刚开始 本来是我想到 每一个礼拜一次 跟我们家人一起 进去祷告 我觉得其实会改变 每一天 都跟孩子们一起来祷告 要修补这个家庭的关系 集团你要修补 不能每天 就至少一个星期一次 跟家人一起来祷告 这个集团要修补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城庚祷告集团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 因为你是领袖 所以我吩咐你来 你才来 你吩咐你的话 就不来 那不是最好的态度 态度是 无论你没吩咐好 我的来 那才是真正的 一个祷告的人 你是为了满足 牧师的要求 所以一个星夜 来来一次 那么既然符合了 当然不一定符合 上帝的要求 明白吗 弟兄姐妹 从今开始 改变观念 不要等到 牧师要吩咐你来 成根祷告 做领袖才来 不领袖 不会来 感谢上帝不是领袖 不是 都要来 所以要修补这个祷告 成根祷告的这个 这个祭坛 阿们 听明白吗 牧师讲华语 明白 一定明白 不是讲广东话 不是讲福建话 不是讲 所以一定要修补这个关系 然后就现在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 每一个星球的祷告会 我们要很多 我看今早上 我给很大的启示 因为教会里面呢 我过去我讲个计划 我们教育要很多 灵里面的活动 就是光复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灵里面的工作很重要 如果人没有注重圣灵的工作 灵的工作 就很多血气 很多人意 人的方法 就带来很多破坏 很多伤害 所以更多 原来是教育里面 有好多 超过一半 五本里面有三分 是光复灵的事情 光复圣灵的工作 无论你看到这个 跟着前书第十四章 讲到两处经文 都讲到呢 机会当中应该尽量做 光复圣灵的工作 所以每个星球 我们的祷告会 然后当一个一次呢 下午的圣灵祷告 我们要修补这个 祭坛 我们不是越少人 越越多人 这应该是健康的一个成长 从我们个人开始 好不好啊 一起做修补 祷告祭坛 OK 所以我们停止了 我们重新来过 已经来了 继续来 不是为了积极 好了我们学去听 今天 我们这几天当中 我们的牧师一直强制这个事情 无论什么机会都好 你要学去听 听我说出去 如果听了之后 不出去 那也是一个问题 至少先听了之后 我们出去 去个方向 就我们完成神的工作 Amen 所以我们终于不是单单来机会 来机会 来机会 不是来祷告 是来听神的话 听神信息 然后被在装备后 出去 去赢得灵魂 去影响社区 转化社区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应该来教会 而是去转化这个世界 一起做转化世界 按照神给你的这个恩赐 和你的呼召 去转化你身边的人 Amen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要过去 我们要开始做很多的 我们要训练 不断的去提升我们自己 这是今天当中 神对我们说的话 所以我相信 我们也不断 对我来说 我不断是在对教里面 我对整个城市里面 有一个负担 要很多连结 很多跟牧者 牧者的连结 跟教连结 所以这些不是偶然的 所以上帝让我们 允许帮我们 帮这个爱化成 也不是偶然的 应该是明白的一些事情 都是无聊 这几天 神要预备我们 进入这个神的命定里面 Amen 感谢神 所以这是我今天 让我们写去 转化事情 不断转化我们的这个职场 包括贫困的人情 世气关怀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 做的事情 然后今天 最后的五个要点当中 我们都要明白了 转化世界 转化这个严格 好我们站起来 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新生感恩 我们把手续起来 来感恩上帝说 主我谢谢你 让我们这四天当中 有那么好的信息 为我们预备 我们开始来祷告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 荣耀耶稣的名字 感谢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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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复兴我们 修补这一切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 今天我们首先感恩 感恩你给我美好的时间 在一起聆听 借助你的仆人 神光德牧师的分享 我们这几天当中 有很大的领受 但是不要停在领受 那个层面 我们要提升自己 我们要走出一个 我们的范围里面 走出一个框框 让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 落实在我们的生活 和侍奉里面 我们首先要从个人开始 要好的做 应听神的话 应听神对我们 受到祂写下来 免得我们忘记 帮助我们不但如此 不但个人的成长 我们要看中 我们跟弟兄姐妹的成长 跟教育成长 我们看中我们的祷告 看中我们祷告祭坛 无论是我们的教会的 无论是成根的 无论是城市的 无论是任何的祷告 我们都要从中的学习 我们相信通过这个祭坛 我们看到改变 就会临到我们当中 传化 就会发生在我们当中 主要使用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来到面前说 主我们要使谦卑 一律同行 让我们每一个人 通过聆听 我们离开学习 去学习 活出的命定来 我们看到我们生命 都带了影响力 我们感恩 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打抱回去 让我们又不断 好多休息 明天早上 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 活到在那里 都要带了影响 因为这是 你给我们的命定 我们感恩 就你教导我们 更多 往后 我们要做更多的 门徒训练的工作 很多连接工作 如果很多这些呢 你要给我们的一些 工作去做的 能够去完成的 我们都应顺顺服您 主要祝福我们 成光的牧师 和夫妇 让他们平安 到这个呢 加冬季 那边继续 服侍你的教会 我们相信 你必与他们同在 保守他们 到底 他们的孩子 无论在哪里 你都必恩待他们 让他们都被你 大大使用 我们为他们 感恩 祷告 那也是奉告 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愿神祝福你们 不要忘记 再谢谢我们的牧师 和师母 我们可以平安上会了 感谢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